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 委員陳明文等23人擬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段一康等16人擬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部分 1.委員陳明文等23人提案第2條及第3條均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2.民進黨黨團委員鄭運鵬等16人及委員段一康等16人 分別提案第4條均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3.委員段一康等16人提案增定第4條之一不予增定 4.委員段一康等16人提案第9條暫保留 5.委員趙天林等20人提案廢止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案不予廢止 6.委員鄭運鵬等16人擬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第4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趙天林等20人擬據廢止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等二案 均審查完俊並按擬據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怡康出席說明 3.委員陳明文等19人擬據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4.民進黨黨團委員李坤哲等17人分別擬據立法院 公決立法院公決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4.民進黨黨團委員陳明文等21人 4.民進黨黨團委員陳明文等21人 分別擬據立法院組織法第3條及第5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劉思芳等21人擬據立法院組織法第5條及第16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王榮章等25人擬據立法院組織法 並應透過電視網路等媒體通路全程轉播本院會議委員會會議及黨團協商實況 並應全程錄影錄音 秘密會議應與數據錄音不得公開 但今院會同意公開者不在此線 有關議事轉播之規劃建置及轉播 得委託傳播事業傳播媒體業者辦理 議事轉播應逐步提供同步聽打或手語翻譯等無障礙資訊服務 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平等參與政治與公共生活之權利 2.民進黨黨團委員林俊憲等21人及委員王榮章等25人 分別提案增定第15條之一 均不予增定 實力力量黨團委員李昆哲等17人 分別擬據立法院組織法第3條及第5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徐國庸等23人擬據立法院組織法第3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王榮章等25人擬據立法院組織法 增定第15條之一條文草案等4案均審查完俊 並按擬據審查報告提醒院會公爵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段召集委員李昂出席說明 5.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陳廷肥等21人 委員林俊憲等21人分別擬據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8條及第9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賴瑞隆等17人委員陳明文等26人分別擬據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李俊憲等32人擬據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9條及第10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黃國書等16人擬據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等7案部分 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陳廷肥等21人及委員林俊憲等21人分別提案第8條均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時代力量黨團委員陳廷肥等21人委員賴瑞隆等17人委員陳明文等26人委員林俊憲等21人及委員李俊憲等32人分別提案第9條均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黃國書等16人提案第12條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陳廷肥等21人時代力量黨團委員林俊憲等21人分別擬據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8條及第9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黃國書等16人擬據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第12條條文修正草案等4案均審查完俊 並按擬據審查報告提醒院會公決不需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段昭及委員怡康出席說明 六、民進黨黨團理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16人理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第54條及第70條條文修正草案等二案部分 委員張廖萬堅等16人提案第54條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民進黨黨團提案增定第64條之一佔保留 七、民進黨黨團理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22條及第61條條文修正草案 時代力量黨團理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61條及第62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京非等20人理據立法院議事規則刪除第61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林俊宣等20人理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61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林俊宣等31人理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57條及第61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江啟成等22人理據委員陳明文等20人分別理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61條條文修正草案等七案部分 第61條修正草案 各種委員會開會時除出列席會晤工作人員及此本院合法採訪證人員外 其餘人員經會議主席同意後使得進入旁聽 二、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第62條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三、委員陳京非等20人理據立法院議事規則刪除第61條條文朝案 三、時代力量黨團理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61條及第62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林俊宣等20人、委員江啟成等22人及委員陳明文等20人 分別理據立法院議事規則第61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均審查完俊 並按理據審查報告提醒院會公爵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段昭紀委員怡康出席說明 八、民進黨黨團理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第4條及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京非等21人及委員王榮章等23人 分別理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 民進黨黨團委員陳京非等21人及委員王榮章等23人 分別提案第7條均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 委員陳京非等21人擬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 民進黨黨團理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第4條及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王榮章等23人擬據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組織歸程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 民進黨黨團委員陳京非等21人及委員王榮章等23人分別提案 征定第6條條之一均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 民進黨黨團委員陳京非等21人及委員王榮章等23人分別提案 征定第6條條之一均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修正草案 民進黨黨團委員陳京非等21人及委員王榮章等23人分別 民進黨委員會組織歸程征定第6條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 均審查完俊並按擬據審查報告 提醒院會公決不需要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斷召委員伊康出席說明 民進黨黨團擬據立法院會議錄音錄音管理播送辦法草案 本案不予審議 本案審查完俊 11. 擬據審查報告提醒院會公決不需要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斷召集委員伊康出席說明 11. 委員鄭雲鵬等16人擬據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實施辦法草案案 本案暫保留 12. 民進黨黨團擬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國民黨黨團擬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時代力量短團擬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第70條條文修正草案 新民黨黨團擬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第70條及第71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蘇巧惠等24人擬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李坤澤等17人擬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第70條修正草案 委員李俊一等24人擬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張廖萬堅等16人擬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第54條及第70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段宜康等16人擬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王榮章等24人擬據立法院職權行事法第70條條文修正草案等十案 各案均令定期繼續討論 十三 本次會議討論事項所列議程尚未完成審查及保留條文部分均令定期繼續討論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同仁對於上次會議事錄有無意見 如果沒有意義的話我們就確定 現在介紹列席官員 首先介紹司法院 委員秘書長請假由副秘書長張瓊文代表 司法行政廳林瑞斌廳長 人事處蔡新義處長 法務部常務次長張斗輝次長 檢察司余立貞副司長 檢察司主任檢察官王興建 全序部特審司陳紹元司長 我們今天上午的議程是審查本院委員 條文修正草案等四案 現在進行提案說明與報告 首先請提案人 顧立雄委員說明 我們提案說明時間六分鐘好不好 謝謝 主席各位同仁 今天 我與油美女等21人所共同提出的 這個法官法的修正草案 主要重在這個個案評鑑的這個制度 那因為個案評鑑的制度 施行到現在已經四年了 實際上做出懲處建議的這個案件 是寥寥可數 成效有限 跟我們一開始要太除 不適任法官的立法初衷 差距甚大 那原因來看呢 主要就是說請求評鑑的時效 明顯的是不符實際的一個需求過短 那麼個案當事人跟請求評鑑者 在評鑑的程序中欠缺這個程序的參與權 所以呢 從正當法律程序的觀點來看 明顯有所不足 應該在補證這個相關的法律的規定 那第三個呢 評鑑委員會欠缺主動調查權 還有決議程序的外部的監督不足 所以呢 就提出了這個法官法的部分條文的修正草案 那麼這其中有關請求個案評鑑的一個時效呢 我們希望延長在按照這個一般實際的狀況主要是在於 當事人還沒有脫離這個受評鑑法官的審理 而會擔心這個案件造之不利的審判結果 那不敢向相關機關提起這個評鑑的請求 所以呢 希望延長 有看這個他申請評鑑的一個狀況 有一些部分是從確定後開始起算 有一些是從這個案件辦理終結呢 開始起算 那另外呢 受評鑑的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外部監督的色彩 所以調整這個法官評鑑委員會的組成 現在大致上的架構是3.1.3.4 3.1.3.4 就是法官三人 假官一人 律師三人 那這個社會公正人士是四個人 那我們在這一點的有基於這個 讓這個司法體系呢 能夠有一個比較多元的觀點 那我們希望評鑑的這個司法 法官評鑑委員會委員的人數 能夠適度的擴充這個外部委員的人數 那另外呢 我們也希望這個在評鑑程序中呢 一個程序的參與 所以呢 評鑑的這個機關或團體呢 應該可以請求評鑑委員會 來調查事實跟證據 那麼 評鑑委員會在調查證據的時候呢 能夠通知這個請求評鑑的機關或團體到場 並可以陳述意見的機會 那也希望呢 這一個 讓評鑑的機關或團體可以請求 越南抄寫 復印或攝影相關的資料或卷宗 另外呢 也希望將這個受評鑑的法官提出來的書面的意見 能夠送給這個請求評鑑的機關或團體 給予合理的旗艦來表示意見 那麼法官評鑑的這個事項 因為涉及公益 所以他的決議呢 應該要公開 那另外呢 我們也希望 評鑑委員會有一個主動調查的一個職權 那並且給他增加一個專職的能力 來確保他這個法官評鑑委員會 在從事評鑑的工作的時候呢 能夠發揮我們原來所設置的一個個案評鑑制度的一個目的 那另外呢 那有關評鑑的室友我們也希望 能夠加以修正來符合 來符合這個社會對於法官的一個高度期待 法官這樣子的一個職務影響了人民 對於各方面的權益 甚至人身自由都非常非常的重大 那所以就於這個懲戒的 或者是處分的必要的一個室友呢 我們認為應該要適度的來加以放寬 那事實上有很多的這一個條文本身 他就已經將嚴重兩個字放進去了 而且他也已經將故意或重大過失放進去了 而且他也已經將明顯微誤也放進去了 而且他也已經將侵害人民的權益放進去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一再的去加入所謂嚴重之外 還要情結重大等等的 那我們並不清楚所謂的嚴重之外的 嚴重的維持行為 再加上所謂的情結重大 到底在講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部分呢 要作為文字的修正 那最後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到底法律見解能不能作為法官這個個案評鑑的一個室友 現在很多很多的部分都以法律見解作為一個保護 認為說法律見解不可以作為貧賤的室友 但法律見解有單純的法律見解 但是有一些明顯跟單純的法律見解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明明眷內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證據 他卻去認定說有這樣的證據 那這個到底是法律見解 還是法律見解以外的範圍 那很多人會說那我是一個 我這個是屬於法律見解的一個核心事項 不能夠作為貧賤的室友 可是很多人來品求貧賤的室友 他是說明明這個眷內的證據 沒有這個證據資料 他在判決裡面就有這樣的一個證據資料 或者說明明這個證據資料 任何人來看 他只能夠導向一個A的事實 他卻能夠用這樣的一個證據資料 是導向一個B的事實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所謂的事實的認定 很明顯的跟眷內證據是明顯不符的 但卻利用這樣子的一個保護 那麼不能夠進行個案評鑑 作為個案評鑑的一個室友 所以我們認為要讓他修正是 單純適用法律的見解 不可以作為個案評鑑的室友 但超過了單純適用法律的見解的部分 還是要接受這個社會的公平 那如果有明顯的違師 我想還是可以作為這個評鑑 然後送請處分或懲戒的一個室友 好 以上提案的說明請大家參考 謝謝 好 謝謝顧委員的提案說明 接下來請徐國勇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我們法官法在一百年六月 通過了以後到現在四年了 那我們看到首先就是法官的這一些 評鑑的時效實在是太短了 那個時效對法官的保護太過了 對人民保護有所不足 而且呢 在從歷次的評鑑跟大家 在整個社會的氛圍裡面可以看得到 評鑑委員公正的獨立性 似乎大家有所疑慮 這個疑慮跟法官在社會的不受信任度 七十幾趴到八十四趴 都是有連帶關係 尤其法官已經不受信任 而評鑑委員的公正獨立性 又不受信任的話 這個整個司法制度會崩潰 那另外呢為什麼不受信任 因為評鑑委員會的這一些主動調查權 根本就不足 那變成法官現在像太上皇一樣 很難去監督他 大概只有監察院綿綿強強還可以去動一點 監察院綿綿也很多陳情案非常忙 結果呢 現在他愛怎麼判 判下來你也沒他辦法 尤其現在能夠受評鑑的時候 法律意見說不能受評鑑 所以這一部分都是人民在疑慮的 那尤其法律意見是不能受評鑑 有一些證據的取捨 明顯的違反了經驗定則 違反人民的認知 甚至有一些證據無中生有 甚至視而不見 然後呢 把它導向說這是法律見解 這樣子不能評鑑 如何能夠讓人民信服 另外呢 能夠請求評鑑的人 也受到了一些制約跟限制 這個就是在保障法官 成為太上皇 那所以 整個法官法有必要 對於評鑑這一部分 要大大的予以修正 所以在這裡 我們認為 增定法官評鑑委員會 社會公正人數的數額 召集委員的產生方法 評鑑委員的回避事由 都應該有所規定 還有擔任評鑑委員的消極條件 也要有所規定 另外 犯罪被害人 他的委任律師 最能夠了解整個案情的發展 這應該也可以列為評鑑的申請人 可以請求評鑑 另外評鑑的時效必須以延長 太短的時效對法官的保障太多了 那這一部分 也必須要予以修正 那我們認為在審議中 如果發現未經請求評鑑的重大為師 也可以一併來審議 這個就是我們要給他一個主動調查的權限 另外呢 適度的程序參與前 要賦予請求人 請求人請求評鑑 評鑑的過程 無法參與 沒有辦法表達意見 那這種評鑑 等於是沒有當事人的參與 所以這裡 也應該要做一番的修正 還有 決議書的資訊公開 評鑑的結果 對於整個司法信心信任度的建立非常重要 那更是應該公開有社會大家來檢驗 所以就法官評鑑裡面 那我們也認為 對於單一性別 在整個性別平等裡面 似乎也應該有所規定 所以呢 我們認為對於單一性別保障名額等等 是不是也應該予以考慮 那另外 本席所提出來 今天有兩個 因為我一開始 是先提出有關 這個 我一開始是先提出第74條 那有關法官任職 他的職務評定 那後來我再把有關法官的整個的評定 後面做一番的修正 所以等於是看起來有兩個修正案 那其中 在第一個我提出來的 法官任職 現在 他的分為 正 年終的話 那評定為 我認為應該加一個普通 就是在 兩級之間 要再加一個普通 因為現在從整個 評定的裡面 職務評定看出來 似乎大家都相怨了 所以如果能夠加一個普通 或許 在整個評定裡面 那可以讓法官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那能夠更加的 良好 更加的 對他職務的一種 整個 整個 職務在審判過程裡面 是不是能夠更好的一個審判品質 那在這裡 74條的修正案裡面 其中 123第三項裡面 經職務評定為為 為達良好 那裡面有個最字 是代 這是 這一個字 我們請求要刪除 那所以 在這一部分 我們認為說 良好 那麼 下來應該還有個普通 在這裡做一個說明 所以 我們接下來請提案人 林維州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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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到 我們接下來進行報告 請司法院副秘書長報告 今天也是 這個盡量節制在六分鐘之內 好 謝謝 好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先進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早 今天呢 貴委員會審查 這個 許委員 國勇等23人 顧委員 立雄等21人 還有林維州 等16人 所擬據的法官法 部分條本修正 床案 以及 委員 許委員 國勇等16人 所擬據的法官法第74條 條文的修正 草案 那本人呢 代表司法院 向各委員 列席報告 非常感到榮幸 那首先呢 要跟各位委員 強調的是呢 那麼 司法院呢 在104年7月1號 就已經跟行政院 那個惠賢 送到 貴院的 法官法的部分條文修正 床案 那麼 因為 貴院 戒期不連續的關係呢 所以 未及審議 那事實上呢 在 有關於剛才各位委員所關心的 法官評鑑制度呢 我們在 那一次的 這個修正草案裡頭呢 也有做了相當幅度的修正 那 所以呢 以下呢 我先警救呢 我們 對於 法官評鑑制度呢 所做的 原先所提出的草案 我們所做的一個修正的重點呢 向各位委員報告 那 第二 有關於 調整評鑑委員會的這個組織結構 那 增加外部評鑑委員的部分呢 我們事實上呢 也把外部委員呢 從 四人呢 提高到這個 六人 並且呢 也增定了委員會的委員呢 可以互選 然後開會次數的這些程序性的這個規定 同時呢 事實上呢 我們也有增加了這個評鑑委員應該要回避的這個事由 那另外呢 我們也在那個草案裡頭呢 擴大外部評鑑委員取材的來源 那麼明定的司法院呢應該在相當期間呢 公開接受各界的這個見舉 那麼是考量性別主流來源多元以及一直化等這個因素 當然其中剛才兩位委員有關心的 那麼 評鑑委員的這個審理的這個權限是不是太小了 所以事實上呢 我們也有在這個草案裡頭呢規定說 如果請求評鑑發現法官有其他未經請求評鑑的這個重大為師情形的時候呢 那麼評鑑委員呢 委員會呢可以並按來審查 那麼這樣子呢 程序經濟然後收證呢 可能也共同來舉行 同時來舉行呢 可以比較方便一點 那麼第五點呢 有關於評鑑期間 也就是各位委員所關心的時效的問題呢 那我們在那個規定裡頭呢 也這個著語延長了 同時呢規定說 假如這個評鑑的時效預期的話呢 事實上不影響用其他的這個程序 也就是上級長官的職務監督程序 或者是呢 一副這個懲戒的這樣子的程序呢 是不受影響的 那麼第六點呢 我們也同時增加了請求人 可以到會來陳述意見 並且呢請求調查 市政的這樣子的程序參與權 事實上我們也這個增加了這個規定了 同時呢 也讓評鑑委員呢 能夠適度的來提示卷證 如果雙方有發言不當的時候呢 也可以加以制止 那同時我們也規定 剛才兩位委員都很關心的 決議的結果有沒有公開 所以在那個草案裡頭呢 也規定說 決議書呢要加以公開 那麼至於這個檢察官的 這個評鑑委員會的部分呢 那是按照法務部的意見呢 來增定的 那麼對於各位委員所提出來的 這個修正草案呢 那麼我們有幾點呢 是先報告的是 司法院希望維持我們的這個 看法跟立場的 那是有關於 剛才顧問有提到情節重大的部分 有一些呢 我們認為文字上是可以調整的 那另外有一些呢 我們是認為是說 有關於裁判確定以後 再來原則上裁判確定以後呢 再來這個 申請評鑑 這是我們認為呢 是要維持法官的 這個審判的這個獨立的 純淨的空間 那麼另外一個呢 只有在第一審案件系數以後 已經超過了六年了 而還沒有確定的案子呢 那六年以後呢 那麼這個相關人士呢 就可以申請請求來評鑑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期待能夠加以維持 而維護法官的獨立審判的空間 至於剛才各位委員所關心的 法律見解的部分呢 司法院們秉持於剛才相同的這個立場呢 我們希望能夠這個加以維持 至於說呢 剛才有委員提到說 法官的代表呢 不宜太多 不過我們 斟酌世界各國 像美國聯邦的全國司法懲戒 及去職委員會裡頭 他的成員有13人 但是法官代表也是3人 加州的這個司法表現委員會 11位成員當中呢 法官代表有3人 然後 英國的司法行為調查辦公室的調查委員呢 有4人 但是他的成員裡頭呢 法官代表有2人 那這個目的是讓法官呢 他在審理過程呢 各種不同類型 或者不同審籍的法官呢 那麼他能夠有代表 可以來陳述他們職務上的一些 所需要注意的事情 然後讓其他的委員能夠了解 換句話說呢 能夠充分的讓其他的委員呢 了解法官的這個職務的這個特性 那麼 好 我很快再結束 那麼至於說 其他的有關於司法院的立場 請各位委員參著這個書面報告 那另外呢 我們認為委員的意見呢 我們可以適度來修正的 就是剛才也有提到 評券委員的迴避的規定 然後評券委員的調查權的適度的放寬 這個在草案裡頭呢 都已經有提到了 那麼至於說 評券委員的主動調查權限呢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他會像檢察官或者是監察委員一樣 可以看報紙就來辦案了 那這樣子呢 會失去了評券委員那個公正的屬性 至於說 剛才委員有提到是說 時效太短 以至於這個很多不負評券 實際上呢 在目前評券委員會已經 評券結果出來的34件決議裡頭呢 只有兩件呢 是超過時效而不負評券的 那這個點也向委員會 各位委員來澄清 不過呢 我們也同意呢 可以適度的來研究 就加以這個放寬 那麼剛才的 這個程序參與權的問題呢 還有評券委員的這個裁量權限的問題 實際上呢 在現行的法官評券實施辦法裡頭呢 其實我們具體實際上的實務作業呢 其實都已經加以規範了 那同時呢 我們也希望呢 能夠讓評券委員呢 就受評券的法官的部分呢 除了我們強調請求人的程序參與權之外呢 我們也需要兼顧受評鑑法官的這個程序參與權 我想這個是一個訴訟機制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呢 所需要給雙方的公平的這個 陳述意見的這個機會 好 最後一個有提到法官職務評定的這個問題 當然當年呢 法官法設置的時候呢 把法官的職務評定呢 和一般的公務員的職務評定呢 做了不同的這個處理 當然是認為說 法官跟一般公務員的考基呢 可以做不同的來處理 不過假如這一次 再增定這個另外一個集聚呢 事實上呢 就又回覆到過去原來的機制了 當然我們是認為說 如果各界還有疑慮的話呢 事實上這個機制呢 到目前運作只有三年而已 我們是不是再過一段時間呢 再來斟酌這件事情 那麼此外呢 有關於草案89條的規定呢 這個是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的部分 那他准用法官評鑑委員會的部分呢 司法院加以認同 至於其他的這個 評鑑室友的要件跟範圍 那麼時效的問題呢 我們尊重法務部的權責 最後呢 要以上的報告呢 請各位委員指教 不過要向各位委員特別強調的是呢 107年7月1號 司法院和行政院呢 所這個會行公佈的這個法案呢 因為還來不及到貴院來做審查 我們非常期待呢 就這一次呢 各位委員的這個意見呢 還有這段時間以來 社會各界呢 所給我們的意見呢 我們希望呢 通盤的一起來檢討 然後呢 再把一個完整的版本呢 提出來 請貴院來審查 好 以上報告 好 謝謝副民主長 我們接下來請法務部張次長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代表法務部就大院委員所提 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出報告 並被質詢感到十分榮幸 那首先就有關許委員 國勇等16人所提法官法第74條條文的修正草案 法官與國家之關係為法官特別任用關係 法官檢查官與一般公務人員屬性不同 各國法律中 先有法官官等職等之涉 均以年之奉典為計算奉幾之基本原則 法官法乃規定法官不涉官等職等 且關於法官檢查官之兩程均令涉規定 而無與一般公務人員一同適用公務人員 考妻法官與考妻及懲處規定之餘地 本次立法院徐委員國勇等16人所提法官法第74條條文修正草案 在法官檢查官擁有之良好未打良好兩種等次之 只有評寧結果之外 新增普通等次 雖然可以就法官檢查官的辦案的品質 工作的態度 敬業的精神 達到相當程度的區變功能以及激勵的效果 亦可有效解決目前評定為良好的比率 高達97%至98點多 與社會觀感落差甚大的問題 然此也回覆到法官法制定前 適用公務人員考妻法的一個情形 也就是說良好普通未打良好的類似 公務人員考妻法的假等 疑等 丙等以下 是本草案如果沒有說明新增設的普通等次 應如何與新有的良好未打良好區別 各種等級之比例應如何定定 其各官的評定標準為何等疑慮 而未有相關的配套修法 有可能會影響我國多年建議來的法官 依據法律獨立審判 檢察官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務 不受任何干涉的法治國的原則 至法官檢察官再度面臨來自上級長官 或外界政治力不當干涉的疑慮 這部分本部建議應有法官法治主管機關 司法院與本部就相關法案及配套措施深入評估後 妥事研議未來的改進方案再提供於大院審議為宜 另外就有關顧委員等二十一人所提議 法官和部分條文的修正一個草案 一行是訴訟法的制度設計 對於法院裁判結果或檢察官起訴不起訴 關起訴訟處分之結果不符 本應依審計制度尋求救濟 不得以裁判或處分錯誤為由指摘法官檢察官 而請求評見 雇處法官檢察官 故意至審判或處分之案件有明顯重大違誤 而應受刑法第124條125條等罪之訴罪 或因重大過失 以至於審判或處分案件有明顯重大違誤者 以及維持擊達重大而明顯之程度 刷架注意即可避免由訴訟注意而產生明顯的重大違誤 以嚴重違反職務上應經之義務 使應付個案評見 況且法官同時參考行政妥訴審判法的精神 限於裁判確定後或至第一審計數日起 已於6年未能裁判確定的案件 使得請求評見以維護法官獨立審判 以及檢察官獨立辦案的空間 防止外界的不當干涉 且請他因為違反職務上之義務 懈戴職務的行為及品性 未達法官倫理規範 要求應付品見之事由 意以參考美日等國法制 以及考試院的意見 以情結重大者為憲 故本部認為法官法第30條 以及第89條第5項第6項均應維持限制 不宜貿然的修正 以避免避免侵害司法獨立的民主憲政的核心價值 另外 現行法官法第33條以及89條 第三項以規定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 共4人、律師3人、總計7人 比例高達將近4% 屬於絕對的多數 且該等來自司法體系外部人士 各具有學術以及實務的專業背景 鸚鵡修正理由所 顧及之封閉或欠缺多元等疑慮 另外一朝案第89條 準向第41條至於第三項的國定評券委員 會與調查證據或約詢 受評券人或關係人士得通知 請求評券機關或團體到場 並給予表示意見的機會 以賦予更充分的程序保障以及參與權 另外還有就是奔草案第34條 第1項第3款的票選律師代表 以及同條項第4款由社會團體推舉 長期參與司法改革人權公益或弱勢 一體之學者或社會團體代表 若恰巧均為統一社會團體之成員 釋降壓縮其他律師、學者、社會團體 擔任評券委員的機會 入圍擴大各界舉見優秀學者 以及社會公正人士參與監督司法的表現 提高人民對於法官評券委員的 客觀性、中立性、獨立性與公正性的信賴 並確保檢察官或法官評券委員會資源的行使 不誘於專業評券或意識形態適可比照 司法院、行政院104年7月 含請大院審議至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的規定 來決定 另外在奔草案第35條第5項 徵定評券委員會只有應受評券之情誓時 應主動進行評券調查及審查之規定 賦予評券委員會如同檢察機關或檢察員 可主動奉案調查之權利 然身為司法機關之法院 尚且虛不告不理 評券委員會如主動調查 則防止其濫行發動調查權的監督機制或規則 為何如此恐將影響法官獨立審判或檢察官 獨立行使之權的司法核心價值 以請大院來審酌 另外有關於本草案第41條第三項 賦予請求評券機關或團體的到場陳述意見之部分 或使評券委員與調查證據或約詢評券人關係人 並通知請求評券機關或團體到場表示意見 使能有效維持開會資訊 使評券程序得以順利進行建議與奔向草案後段正列 但其到會陳述如有不當情形得自止之規定 各位委員提案基於提升民眾對於司法的公信 並達成保障私人至檢察官法官促使取等 保有高尚品格連結政治公正中立之形象 維護良好司法風紀 並給予檢察官法官群體一個純淨的司法環境之目的 而擬據上述法官法相關條文修正的草案 本部聲感欽佩為建議訴訟程序進行中 各程序參與者之人性尊嚴、人格權以及隱私權 仍應予以維護保障、未免該等訴訟程序 參與者之個人資料、隱私權、人格權及人性尊嚴 將造成不可預測之風險 並建議維護法官獨立審判以及檢察官獨立辦案的空間 防止外界之不但干涉 避免侵害司法獨立之民主憲證 核心價值本部難以遣開理由 報告如上進行主席及各位委員審慎恆佐 以上報告進行主席各位委員 謝謝 好 謝謝次長的說明 現在已經報告完畢進行巡答 那麼因為我們今天只有辦這個 這個省這個法官法只有辦上午 所以我們這個巡答的時間 我們稍微控制一下 本會委員發言時間八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六分鐘 均不再延長 上午十點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請登記第一位柯建民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今天審查法官法 我想大家知道 我會議的時候 總統發表演講的時候 掌聲最多就是事要改革 那十月會議也要事要改革 那很湊巧的 我想今天這個議程的安排 法官法也修正 我想 當招委也沒有人清楚就是說 在禮拜一的時候 市議院長會議員的人選送進來 總統智倫送進來 換句話說 這個 在這個時候 要談法官法 當然 是一個比較敏感的時刻 也是大家比較期待的時刻 這很湊巧 那沒有意外的話 下禮拜 就要開始開明使會 要來處理 市議院長 副院長的同意前行使 那 假如 朝委大家沒有任何衝突的話 基本上 下下禮拜一就要行使同意前 換句話說 下禮拜 我們會看到 市議院長副院長審查的時候的公聽會 以及 在前院委員會的尋答 新的政府院長 馬上要進來去法院 那這時刻的時候 當然 我相信 會排除法官法 當然有他 大家對於 法官修正的期待 那這是很湊巧 那本期在這裡先針對 昨天 市長親副院長 唯一文 提到有關於蔡總統 以及本人的問題 再做一個澄清 雖然 會議長臨走的時候 他一番發言 第一個他說 當然這個總統 不可以主持 施改 這個是 這個是 極大的錯誤 他說總統不可以干預司法 總統當然不可以干預司法 總統是憲法守護者 是司法守護者 那總統對於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的關切 以及 司法制的改革 當然他有他的權力 而且他的義務 那過去全國四改會議 都是請總統來處理 1999年全國四改會議 所以對於 蘇菲院長這樣談話 本期不以為難 這第一點 第二點他 文章裡面要談到 我個人的問題 他說 民進黨 尤其 點名本席說 為了讓 馬英九的司法改革 阻礙他司法改革政績 所以我們在阻礙司法改革 在阻礙 官審制 那整個官審制 我記得當年要在 田園委員審查的時候 我代表民進黨第一個發言的時候 去問 有院長和副院長 實任的要 同以前 就賴院長和蘇副院長 他們的官審制是 被提名以後 他自己在想一想 要到底司法改革做什麼 他把認為官審制是司法改革 一個核心價值 那這麼多年來 有關於官審制在立委員 朝野立委都反對 包括在座我們 顧義雄委員 顧美委員 所有的朝野立委 大家 都只反對官審制 那官審制 根本不是所謂人民參議審判 他只是讓你看 不讓你判 讓你說 你說的不算數 也就是表意不表決 這裡面一個 最重要的是表意不表決 另外我們一直在談到 要不要起訴訟一本 證明說 牽涉到行事訴訟法修正 所以本期在這裡 要被司法清 副院長所談的 所以我們在阻礙宿外改革 宿外改革不是 他的宿外改革方向是錯誤的 那是假改革 他只著重在官審制 過去 民進黨在以後 2008以後 本期一直在司法委員會 當然我在這裡要感謝我們 我們當時來 不是立委的 顧義雄委員 他們的司改會 然後 有名委員 當初我們為了加入事件法 那到時候還不是委員的時候 大家一起投入 尤其 在這裡過去 馬上有執政八年中 細數 我們在這個委員會 事實上 我們 本期盡了非常大的心力 包括法官法修正 今天談的法案修正 剛剛談的加入事件法 包括 今天審判法等等 法國法登 總共通過了 56項法案 事實上也可以說 歷史上 大概 整個 司法委員所提示法案 乃至於 法部所提示法案裡面 是通過最多的時候 當然只有 這個官審制是 我們認為這個 沒有 當初包括廖正勳委員 也有一張委員都反對 所以今天重新來看待 司法改革的時候 我們要把這些構成還原 尤其 當年 國大都知道 有關於法官法修正 經過了23年 經過23年 才在2011年修正通過 2011年 當然那時候的秘書長 是寧審判秘書長 朝委協商二十幾次 所有的 對於法官法有意見的法官 到中央黨部局陳情 找蔡主席 那時候被基於法官法 就是法官福利法 當然很多 我們今天總部局來看待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朝小也大 我們也非常清楚 在朝小也大的時候 那個版本不盡理想 所以今天才有 我們今天大家看到法官法修正 大家各部分提出來 所以在這 我印象很深刻 2011年 一年總統選舉辯論的時候 我陪蔡主席到公司 然後 在做總統政見的辯論 他馬上就做辯論的時候 馬上就當場提到 有關於司法改革 他說 通過法官法 這個 這個 在這裏本身要一筆駁斥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法官法 到最後 就是國民黨不簽名 不簽字 時任的曾蔡主席執行長 曾永全 抽到滿久的壓迫 絕對不可以簽 阻礙了整個法官法的修正 其實後來 其實後來 在2011年 2011年開始 經過一年多的法官法審查的時候 馬上就從來沒有 表示過任何態度和意見 何來 他的 他的 被一次改革 他的 他的 政績呢 所以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希望把我們在審查的時候 把這些意思的還原 以及法官法修正的時候 本身認為 過去當然 上一屆的時候 有本院 吳一貞委員 李敬毅委員 有文明委員 都提出過 後來 協商沒有完成 所以在上一屆最後的時候 選前9月份的時候 由司法院送進來 就所謂現在 所謂院板 會行政院送進來 那以現在目前 徐國雄委員 以及林維州委員 所提的版本 大概 以那個版本差不多 那還有 郁敬毅委員版本 和郁敬毅現在的版本 是比較類似 那 其實今天對於整個法官法修正 我個人認為 那 尤其剛才郁敬毅委員所提到的 有關於 評鑑法 的部分 法律見解 可不可以評鑑 我想 這個當然 有錯誤 重大錯誤的當然可以評鑑 所以很明顯的 跟郁敬毅同的講法 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也就是說 不得作為評鑑的是有 應景限於 單純的法律見解 也就是說 本來就是 有角收以說秉說 之外 當然是可以評鑑 所以我個人認為 跟今天的包括許國官委員所提的 包括有關於 這個 參與 請求人的參與 和參與 以及這個 時效的問題 然後 歷史可不可以做 所有申請人 那評鑑結果可不可以公佈 這些 當然值得討論 我相信這些版本 和現在我們 將來未來 整個市法院的版本也差不多 本來在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另外我們要談一個核心事項 我們有 法院組織法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有 警察署組織法 結果審檢婚禮的問題 要不要在這次 私改的時候來談一談 我們有法官法 我們是不是應該有檢察官法 不要用準用的 我們審檢婚禮到底 這個長期以來 市法院跟法務部 兩個就是 那種追育不以來的 藍衣追育 那當然對於 潛力義務 包括福利待遇等等問題 大家都很真實 所以未來 這個 這個面向的問題 是不是應該討論 可能大家都要 認真來思考 那本來針對 今天 我們大家 因為時間有限 對大家 各位提案委員所提的法官法修正 當然予以欽佩 但是 因為剛好在這個敏感湊巧時刻 新的院長以及副院長已經發表了 他們對於未來市法改革的面向是怎麼樣 他們的看法怎麼樣 那是不是留給他們未來 整個新的政府院長 在市法改革法官法 乃至於法官法 所有 所有 面向上面的 留下他們 一些眾生 可以讓 新的版本 未來我們希望 期待 一個新的版本 融獲 重新送來 立委員 尤其 我相信 十月份的司法改革 大家所期待的 那以將我們就是本席對於今天法官法修正 一些 出現的看法 請各位委員予以支持 謝謝 謝謝 柯建民委員 不過 就法官法這次這個審查的這個意見 司法院跟法務部的意見是一致的 都反對 都反對啦 所以抗拒改革的態度是一致的 好 我們接下來請張宏路委員 不好意思我請那個張副秘書長 請副秘書長 第二次上來就不用行李了謝謝 委員好 副秘書長好 我想先請教你一個 司法改革跟干預司法 你認為有同樣嗎 當然是有差別啦 差別在哪邊 我們一般來講 就我的層級來講干預司法 那是在談到個案的這個案件的問題 那所以 那當然司法改革是一個大的制度面的面向 我們從制度來做這個調整 那麼期待呢可以更進步 然後裁判可以更符合人民的這個需求 人民的感情 所以你對於那個前司法院副院長蘇永青 他說總統 這樣子是干預司法 你的看法如何 跟委員說明 跟委員說明 司法院長所談的應該是憲法層次的問題 不 我 不講法令嘛 我先請問你的看法如何 嗯 在這裡我 作為今天來審查這個 接受貴委員會的這個 我來詢答這個法官法 那至於師傅院長 所發表的這個議論 我想我沒有評論 我老早也想到你會這樣回答 是 我跟你講 司法的體系 是一個很封閉的 那我們以前一直講司法改革 我們會講要任何的改革 都是自己人改革自己 你覺得會成功嗎 其實司法體系的內部 還是有很多不同的聲音的 蛤 所以我們其實 或許我們的改革的程度 不如不符合外界的期待 但是實際上呢 司法院的各項政策呢 是有在朝著更開放 然後更貼近民意 然後更進步的方向在努力的 你剛剛說啦 不符合外界的期待 那你司法 是來服務人民的 那還是來管制人民 還是來讓你們做學問的 不符合外界的期待 是你自己說的啊 不符合外界的期待 就表示做得不好啊 是不是 我們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蛤 我們還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間 跟做得不好 好不好 我想要直接請問你 你認為做得夠不夠 不夠好 不夠好嘛 對啦 不要一直打圈圈啦 好不好 我們現在沒有在訴訟 沒有在什麼 直接一點 你認為 我們大家一直講的司法 要改革要什麼 你認為是司法院可以單獨做呢 那還是也要法務部 還是要其他部份 一起來努力 當然司法有廣義的跟狹義的這個說法 那廣義的甚至有人把它從這個警察啦 然後調查局啦 這樣子的一個機制 我們先不用講那麼多啦 也不是在做博士論文啦 你從人民的角度來講 回答我這個問題就好了 從人民的角度 他需要的是什麼 是 如果 從人民的角度 當然 檢 調 警調 檢 法院 審判 這四個部分 應該人民認知的司法是如此的 是嘛齁 所以也不是你司法院可以單獨嘛 對不對 也不是法務部可以單獨嘛 對不對 齁 所以我認為 能夠做這個 啊能夠 真正讓司法有徹底的改革的 那總統不出來做 你覺得誰可以做 所以如果總統來做這個事情的話 你認為 有像蘇全院長 副院長他講的這些問題出現嗎 你又不能評論了對不對 好我們不要浪費時間齁 我跟你講齁 我為什麼會先跟你請教這些問題 我們在基層走在什麼 大部分的人 齁 對我們台灣的司法的制度 是完全不信任 齁 我相信 如果你去 路上隨便找一些人 隨便問 每個人都會這樣 尤其是我手頭上有一個中正大學 他每年齁 他最近這幾年法官法通過之後 他對這個法官的信任度齁 中正大學犯罪營救中心他做的 欸 他101年 102年 百分之七十六不信任 102年 百分之八十一點二不信任 103年好一點 百分之七十七點六不信任 104年 百分之八十四點六不信任 你對於這個的話 你有什麼看法 委員 我們 我承認 社會各界對於司法的信賴度是低的 不過剛才委員所提的 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中心 所做的民意調查 他是特別特別的低 那我們不願意去提說 一個調查他的切入點 或者是他調查的方式 或者是說他陳述的內涵 是不是會對於接受調查的人 產生某種種的這個民調 所以你講這麼多 你就是認為中正大學這個民調做得不好 不標準的意思就是這樣 他可能設計不好 他可能怎樣 你要批評中正大學 你可以批評 但我只是問你 你對這個看法如何而已 是 就是說 我們需要檢討 結論只有這句話 這樣就好了 好 那 我還要請問一下 現在啊 很多的法官 在判 很多需要判死刑的或什麼的 當然這個要不要廢死什麼 社會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呢 很多的法官就寫一個 讓一般民眾都看不懂的理由 逐刊叫化可以再叫化 然後就是變成免死的理由 我們在基層 在這樣子 人家都說 這是什麼意思 你一個法官的判決 連所有的人民 都認為你的理由牽強 的情況之下 的情況之下 然後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 法官法的修正 那剛剛的報告 感覺你們好像 還是 怎麼講 比較以你們的角度去看 你們抗拒改革 那我請問一下 像這樣子的法官 這樣子每個都寫這種的理由 你認為是可以嗎 報委員 費死的議題在我們社會是 我沒有問你費死 我沒有時間了 時間快到了 我只問你法官用這種判決理由 你恰不恰當 因為法官有他適用法律的這個 這個需要 那麼兩公約的施刑法也是我們 你直接回答我 這個很多法官都逐刊叫化 這個到底是不是適合就好了 我想 以司法行政的立場 我們不便去批評這個個案 當然我們會 這不是個案了 很多變成通案了 對不對 我最後就是說 很多的改革要符合人民 人民的看法是怎樣 那不要 像我們現在是答詢 你就很多 都一直逼中就輕 然後又不敢講出來 這樣子的司法改革 你認為會成功嗎 對不對 謝謝 好 謝謝 那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顧力雄委員 主席 我們請張次長 請張次長 不用再請你 謝謝 委員好 市長 我今天看到這個法務的 對這個我們所凝聚的法案的這個意見 我的感受 是比司法院還要保守 那很多的部分 事實上是跟這個 法官有關的 那你們也認為 不予修改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 就這一個評鑑室友來看 就評鑑室友來看 就評鑑室友來看 或者應該是說 進一步說 從假官跟法官的職務 的相似或不相似與否來看 這件事情 市長你認為 檢察官應該被列為個案評鑑的事 有道理是什麼 跟法官 到底一樣不一樣 或者進一步講 法官在做什麼事 檢察官在做什麼事 那個跟委員報告 那個檢察官跟法官 他們那個行使的資權 那個是不同 那檢察官最主要是 是以追訴那個犯罪 那法官是 依據法律來獨立審判 那兩個是有所不同 那有關於相關的一個評鑑 是有 大部分的很多其實是有 是相同的 但是就職務的一些的 適用的一個事項 還是有一些不同的 我想這部分 那個法官法在這部分 是應該是有所區別 那如果說 法官跟檢察官的職務是不同的 應付個案評鑑的一個室友 在很多方面准用的一個情況之下 假官你認為 就檢察官的部分你認為 他們最有可能產生疏失的部分 到底是在什麼階段 在偵查的階段 在偵查的階段 偵查的階段經過起訴之後 在案件還沒有終結之前 一般的人民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他疲於奔命於法院 他會不會想到 這時候回頭過去 去看看檢察官 在偵查中的辦案的過程 然後來請求評鑑 這部分當然那個起訴 對於民眾 就是被告就是一個煎熬 那如果是我們的起訴 那個是有為事的話 當然是 我想這部分 他當然會想到 在第二屆的檢評會的時候 以超過兩年的時效 駁回這個評鑑的請求 市長知道有幾件 幫我演這部分 我沒有 那手頭上面沒有 總共12件 總共12件 那真 有進入到這個檢評會 去請求評鑑的總共案件 在第二屆 是總共有多少件 市長 報告委員 這部分我那手頭上面有資料 沒有辦法來那個 總共是32件 報告委員 總共32件 就有12件 以超過兩年的時效把它剝掉 對 不過報告委員 那個依照 我再告訴你 民間施改會 花了好多好多的能力 在接受人民的陳情的過程當中 就先過濾掉 超過兩年時效 這一個部分的案件 為數繁多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 把它拿進到了 檢評會 又再被檢評會 又以兩年的時效又刷掉 現在的這一部的法官法 就檢察官的部分 這個部分 在請求評鑑 在請求評鑑的時效部分 特別特別的嚴重 今天重算不過任何一條 今天就單過這一條 我認為意義也很重 特別就檢察官的部分 謝謝 報告委員 在104年7月1號 我們送的一個 法官法的一個修正的一個草案 裡面就有關於時效這一部分 我們已經有做延長 那當然延長到多久 我想這部分 我們那個 因為這戒期不連續 我們會跟司法院再來協商 到底是 那次然我再問一下 我的時間不多 我再問一下 那你認為檢評會到現在為止 他的成效到底好不好 當然這部分是有檢討的一個空間 有多大檢討的空間 那這部分 因為整個的所有的評鑑 這個是非常一個複雜 那到底要怎麼樣 我想這部分 我們部裡面 正在內部再去做研究 我想這部分 包括他未來的司法改革的一個過程 我個人評斷 我認為 檢評會 比司法院的法官評鑑委員會的成效 要來的差 這一點我認為 跟法務部在這個部分 檢評會的一個不重視 有很大很大的觀念 接下來我想請教一下 副秘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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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委員好 單純的適用法律見解 我知道司法院一直在抗拒說 不能夠修改成單純的適用法律見解 那我想請教一下副秘事長 就是說 判決 大家把捐證資料拿出來 他說有這個捐證資料 然後他一據這個捐證資料 他認定有這個事實存在 但找遍這個所有的捐證 就沒有他講的捐證資料啊 這樣是適用法律見解 還是不是適用法律見解 委員如果我是個人 我是不認為這個是適用法律見解的問題 我個人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應該由這個 法官評鑑委員會的委員 去做這個 現在進得去嗎 去做審查 進得去嗎 進得去評鑑嗎 那還有啊 如果透過 他說 券內在某某頁有一個捐證資料 他具已認定這個事實 可是大家找了半天 把這個捐證資料找出來一看 這個捐證資料跟他所認定的事實啊 好不相關 對不對 或者是說 任何人來判斷 也判斷不出他講的說 可以用這個捐證資料 判斷出他的事實 所以他 虛擬了一個捐證資料 好像是有 但事實上根本就是欠缺證據資料 那這個他說 那證據的判斷認定 這是我的法官的核心的職權 你不可以來干涉我啊 如果就是說 日常的經驗法則可以推論出A 也可能推論出B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屬於 這個事實經驗法則是用法官的問題 同意 但是呢 按照通過法官法則 一百個人來看 都看不出是那個結果 是 那這個可不可以作為貧賤的事由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 我個人認為是可以 你認為是可以 那按照現行法官法的規定 到底有沒有辦法 能夠進到法官評鑑委員會 工作為評鑑的一個室友 說 說 是第幾條 聽到是第幾條 說 第幾條 但十條 他符合三十條 所列的任何的一款 還要跨過 適用法律見解 不得具為法官 個案評鑑的事由 有 有沒有 請副秘書長給我們開示一下 我們以後可以用這一個 來請求評鑑 委員您是專家啦 這個我不敢這麼說 現在很多人喊冤就在喊這一條 他說 法官說半天 鑽唸資料找不到 不然就說找了半天 找到了一個A證據資料 他說是 這樣的一個證據資料 可是十個人來看 十個人都看不出 可以認定 那我們現在可以根據三十條 這個所謂的 應付個案評鑑的情勢 是由 到底是用哪一款 像這樣子的一種案例 委員可不可以是用第一款 就是有事實主任有故意或重大過失 剛才您講的 假如 自審判案件有明顯重大違誤 而嚴重侵害人民權益 所以你認為可以用這一款 有可能 有事實主任因故意或重大過失 自審判案件有明顯重大的違誤 而嚴重侵害人民的權益 而且不會落入到是 就是適用法律的見解不得據為 法官個案評鑑的事由 我跟委員強調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因為你們現在一直 不同意修嘛 可是您剛剛又說 同意這個可以作為法官評鑑的理由嘛 那這樣你就要告訴我 我在這一個三十條 我怎麼找到一個依據 可以進入到法官評鑑委員 不會被擋在門外 委員剛才我的意見是說 如果您所描述的 完全沒有那個證據 但是卻說有這個證據存在 而做了事實認定 那我個人認為 這不是適用法律見解的問題 你認為不是適用法律見解的問題 你認為這已經不是適用法律見解 所以我如果有這樣類似的案件 法官評鑑委員會就應該要受理 當然他要看符不符合上面的這些規範 對阿那你剛剛說 如果以這樣的案例來講 他可以認為符合第一款阿 有可能會落到第一款 有這個可能性 謝謝副民主席 好謝謝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林德福委員 主席 議會各列席官員 是不是 這個請 司法院的張護秘書長 請副秘書長 謝謝 林委員好 後秘書長你好 本期請教 因為有學者投稿說 我國連續兩次的司法改革 不能夠成功的原因 那其中 最重要的是 沒有建立淘汰不適論的法官 檢察官的制度 那請問 既然政府知道要改革 那為什麼兩次都沒有辦法建立淘汰制度 報告委員事實上現在是有淘汰機制的 有淘汰機制是嗎 是 那到底是檢察官和法官誰的試任問題比較大 因您看 我想 因為這個都跟民眾有切身很直接的關係 因您看 我想檢察官的部分我不便提供意義 不便表示意見 那法官的部分事實上我們很努力在發揮相關機制的作用 譬如說我們目前以來法官法實施以來的法官評鑑制度 到目前為止已經結案的有40個案子 那在這40個案子裡頭呢 應該說是 呃成立送給監察院 呃審彈劾的有11位 交的有11個案子 然後交給人審會來懲處的呢 有6個案子 然後交給這個職務監督人 也就是受懲戒法官的這個主管啊 職務監督全人來 呃行職務監督的有5位 那你如果這樣做到現在為止 你認為夠不夠滿不滿意 因您看 應該說案件有進到 呃法官評鑑委員會的 他的成效呢 呃就有68.84% 受到這個 除法 呃就是 受到負面的評價的 商務民事長 因為造成人民不信賴 不尊重司法的原因 主要都是 有一些不 不適任 的這些檢察官和法官 在執行勤務的時候 讓人家感覺說 他執行職務 執行勤務的時候 作威作福 甚至於謾罵 咆哮 完全不考慮到公平正義的 這個形象 那請問法官檢察官 執行勤務 是不是大部分 應該都有錄音錄影吧 呃是的 那如果有錄音錄影 那法官檢察官 為什麼 不怕說 他這些脫序的行為 會被檢討 呃法官的 我只報告法官的部分 法官的部分呢 是開庭是要錄音的 然後這個 事實上呢 司法院 會不定期的 派人到各法院 去看各法院的 呃法官的開庭的情況 那你認為說 未來 像這些脫序的行為 我們是要 從寬還是要從延來認定 因您看 我們要做適當的認定 那我們會 呃 如果在平常 我剛才報告的是 平常時候的機制 隨時不定期的 就到各法院去 這是一種 那如果有發現的話呢 馬上就請 這個各法院的院長呢 注意要 呃 這個評鑑的處理 因為法務部長邱泰山 尚未就職 以前就公開表示說 司法改革的信念 目前政府 除了要宣布在今年 十月將要召開 呃這個司 司法改革的國事會議之外 到目前為止 司法院對於蔡總統的這個 司改司 這個改革司法 似乎還是 沒有什麼聲音啦 那請問司法院 是認為院方同仁試任性 這個問題不大 還是革新的進度 還是在 尚在 尚在這個研議當中 也是我們還在跟法務部 討論當中 還在討論當中 就是在研議當中 是 那張副委員長 民間司改會執行長 這個高榮志 指出說司改 最最怕 就是這個 會而不易 議而不決 而決而不執行 的大拜拜的會議 因為已經過了十六年 那結果當時 這個司改問題 現在 其實都還是在的 那請問這十六年都過了 問題是不是 越變越大 還是越變越多 喔 如果是退休制度 再改革 會不會 讓 這個問題 更雪上加霜 您的看法呢 呃 88年的時候的司改會議 他 一直沒有辦法彰顯他的成效 一個 呃 重大的原因是 有一些相關的法律案 沒有辦法獲得 這個大院的認同 而通過這個法律案 那麼至於說 呃 所以說你認為說 裡面其實有一些 施改 的問題 喔 主要還是因為 法制面的改變 立法院就是這裡沒有去配合 修法支持 是不是這樣子 可能是施改的結論 立法院沒有辦法認同 所以說到現在有的還挺頓 是 所以有一些相關機制的這個法律的修正呢 一直沒有辦法獲得通過 這個是一個重大的原因 那另外呢 呃 有關於法官 有關於退休機制的問題呢 呃 呃 我要跟各位委員報告就是 事實上也產生 在我們 也產生很多的這個 狀況出現 那現在 呃 法官大量的離退 我們人力越來越刺激 所以他們工作壓力越來越大 因為工作壓力大 然後 外在的評價不高 呃 所以 大家 嗯 應該說是 已經 呃 應該說是 呃 對於這個工作呢 呃 期待性不是很高 就是有的有倦怠感是吧 對 是 那個 張國民主長 因為總統府齁 禮拜一 公布施改 這個 國事會議 籌備委員會 設置要點 就是 強調要落實全民參與 這個司法改革 齁 來回應人民的需求 那籌備委員會 設職 他是 15位到21位的委員 齁 那 法律 專業人士 呃 不得多於二分之一 齁 那請問人數 能夠代表實質 是 全民 在參與嗎 應您看 我想 任何一個會議需要 希望凝聚更多的 多元的聲音 這個好像是 目前的社會 這樣子的一個 呃 發展都是如此的 那你認為這些非專業人士 能夠提供司法改革 哪些 新的論點 應您看 呃 可能不是法律人 他所提供的是 呃 其他的一個意見 應該也可以參考 那當然這是我們 目前所 嗯 法律人所面臨的問題 張文明市長 因為齁 新任的這個 司法院政務院長 我想各界多半 都會認為說 兩人的 這個人品操守 外界看 都沒有問題 那請問 這兩位資深司法人 面對 司法改革 要怎麼樣來化解外界 對他們屬於保守派的這個疑慮 您您看 呃 報委員 兩位這個 前輩都是我們很尊重的 這個 敬重的前輩 那至於說兩位 呃 要怎麼樣子來 這個 開展他們的作為 呃 我們目前還沒有辦法得知 還不了解 那對於人民參與審判議題 體制內的在職人員 以體制外的民眾 到底是 怎麼樣溝通來取得一個共識 依您的看法 這馬上沒您到的啊 事實上目前司法院對人民參與審判 我們已經模擬了50幾場的這個 模擬法庭 那麼 很多民眾 甚至學生老師 也都有來參與過 他們的回 給我們回饋的這個訊息呢 都相當的正面 所以其實人民參與審判 只是參與程度的這個爭議 對於人民參與審判 這樣子的機制的建立呢 司法院呢 其實是 始終是非常堅定的 那個 副秘書長 我最後一個問題再請教 其實不管是 哪一槌法官 恐龍法官的封號 或者是判決結果 不符合國民的情感 那 問題都是出在人的身上 法官也是人 並不是神 那請問未來再推動 司法改革 你認為 對於法官信任問題 要怎麼去解決 你認為司法改革 會不會讓整個司法獨立 的落實 到最後變打折扣 你來看什麼呢 我同意委員的看法是 其實制度或許有問題 但是人是更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在這裡呢 我覺得我們法官學院呢 或者是司法院呢 會更強化這個法官的 這個養成的這個教育 養成的過程 那至於說司改的這個 將來是如何 結果是如何來呈現 恐怕我現在也沒有辦法 跟委員報告 好 下次再救教你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周春明委員 主席還是有請張副秘書長 請副秘書長 謝謝 周委員好 副秘書長好 那請教副秘書長 擔任法官這個職務 職位大概有多久的時間 35年 35年 那實際在審判工作上是幾年 我已經記不得了 審判工作很長吧 20多年吧 也是整個大半輩子 都是放在司法上 那不過剛剛本席 聽到副秘書長回答 張宏露委員 提了這個 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 這個調查報告 我對你的回覆 其實我蠻失望的 雖然說這個中正大學 他這個民意調查 他有他參考度 參考性 那剛剛副秘的回答是說 你們要檢討 司法院要檢討 是大家現在都在檢討你們 司法好像法官 現在好像人人都喊殺 甚至從法務部或者是 那個司法院在我們這邊 你們使用的語言 你們所回答的方向 好像跟一般民眾 或者是民意代表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其實我們會去做一個說 你們抗拒改革這樣的一個結論 其實也不為過 第一我要提的這個中正大學 就是說你們有沒有去看過中正大學 他這個民意調查 他問的問題是什麼 他就只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就過去一年來說 請問你對法院法官可以公正公平審理 判決案件的信心程度為何 就問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也沒有去問說 你有沒有到過法院 是你個人的親身的案件 或者是親友的轉述 還是媒體的報導 但是我們 我也很難過 因為司法畢竟是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但是現在台灣社會 對司法的不信任度是這麼的高 其實我們 包括顧委員 郵委員 其實我們在這一環裡面 我們也都很有責任 只是說司法院 在這個滿意度的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你們做了什麼解釋 然後就任由大家一直在引用這個報告 你們有沒有去做 然後告訴我們說 那你們要去做了哪些檢討 我們都聽不到 只聽到說 就不斷的委員 或者各家的媒體 或者是說委員在提案的時候 就把這個調查報告拿出來講 你們就被打得啞口無言 你們也不出來為法官捍衛 或者替法官說明理由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遺憾的 秘書長 傅密要不要說一下 是 報告州委員 事實上司法院是有在 第二天就做了這個回應 那確實我們 我們其實是瞭解中正大學 那個調查的內容 所以我剛才在答覆委員的說明才說 我們對於一個民意調查的觀察點 其實是有很多的可以觀察的面向 但是你們要再去想 為什麼你們的說明沒有人要來引用呢 為什麼沒有人來注意呢 你們要更進一步去想 大家的審判工作 刑事的法案工作都很累 但是為什麼社會對司法的信任 或者給司法院給法官的印象 評價這麼差 你們要去想要怎麼做 才能夠踏實 確實的達到這個成果嘛 不然其實國事會議開下去之後 當然要改革的方向 要做的事很多啦 絕對不是只有法官這個部門 只是本席在這邊半年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們講的 你們想的跟社會 有某部分我認同你們 我也知道說你們一定是做這樣的思維 但是要去思考說 為什麼你們的思維沒有辦法 被社會大眾被立法委員接受 要怎麼去努力 要怎麼去突破 這樣才有效率嘛 不知道大家罵司法改革罵那麼久 但是還是在原地踏步嘛 是 謝謝委員的提點 那我們這一點其實自己也很苦惱 那也很想有所突破 好 那我們再來談一下 今天這個法官評鑑的部分 我想剛剛也討論出兩個重點啦 主要就是說 我先提一下 就據我跟你們司法院調的資料 就是說在102年度 法官評鑑委員會受理個案的評鑑總共10件嘛 那等於是說有去做個案請求評鑑的 就只有10件嘛 這個部分是確定的嘛 我這邊有的資料並不是單獨年度的 我這邊有的資料是到目前為止這樣 我大概講一下我手頭上司法院給我的資料 102年是10件 103年是15件 那個都已經審議完畢 104年是14件 那審議完畢是8件 那105年是受理 105年到現在是受理 到3月是受理2件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數字喔 其實還蠻超乎我的想像 就是說欸 為什麼 這個當然都是一個抽象的印象 就是說大家對法官的評價 或者對法院的判決的接受度不高 可是為什麼送評鑑的數目這麼少 那當然這個有大部分都是司改會 司改的朋友他們移送的嘛 但這個鑑數是相較於說整個社會 對這個司法的信賴度 這個鑑數的數量是好像比較不成比例啦 那剛剛我們顧委員也提到有一些因素嘛 那最主要就是時間 時間上的問題還有30條 這個第二項各款的釋油 還有第三項這個適用法律見解 那現在想了解就是說 現在司法院今天你們的報告提出來說 第二款 第四款 第六款吧 情節重大的部分 你們都不贊成是要刪掉嘛 對不對 是的 是的 在三十條 三十條這個 就第二款 第四款 第五款 第六款 你們都不贊成說這個情節重大 這個要件要刪掉 那情節重大它事實上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 那我這邊最後我的重點是在於說 今天這個法官評鑑的一個制度 就是說依照法官法的規定 它其實就是一個發動的機關而已 它將來如果認定說它是要送這個 懲戒的話 那還要送監察院去審查 監察院要審查之後 它決定要彈劾之後才送法官的 職務法庭來審理 所以事實上說它事實上是一個發動的機關 它並不是最終的一個審判的機關 那所以我們如果是基於這樣子的一個制度的設計 我們是不是可以回過頭來看說 我們在受理法官評鑑上面 這個序油或者這個時間點應該要放寬 我想我們可以來討論這個點是來討論 就是說我個人我認識的法官也都很認真 大概禮拜六禮拜天大家都一定要加班一天 晚上大家也都是要寫判決寫到很晚 那在法庭上我也看得出來 法官準備的資料有時候比我們律師還充分 但是我們疑惑的我們接觸到的 為什麼判決的結論判決的結果會跟 包括專業律師包括這個當事人他們本身的認定差那麼多 所以就是說我們不是要來喊殺法官打法官 但是總是這個中間點要取一個平衡 那如果它今天是一個發動的機關的話 我當然司法院要保護法官 我們要維護法官的尊嚴 就像我們雄三物社事件的時候我們在講國軍 到最後我們還是說我們要支持國軍 但是今天很遺憾是說每個人在罵法官 但是沒有人說我們要支持法官 這是司法院要去檢 這是讓人家很難過的地方吧 大家在罵但是都說還是要支持 那法官很認真很優秀 但是為什麼判決出來的結果 跟專業人士或者跟人民的 就各身的親身的經歷差距這麼大 所以說如果是基於以上的這樣的一些論點 我們是不是回過頭來看這個發動的這個機關 它等於是一個告發人 我們這個條件要件是不是要這麼嚴格 或者是說這個要件是不是有需要再去調整的一個空間 我想這將來就是我們逐條審查的一個方向 好是謝謝委員 那先跟委員報告一下就是有關時效的部分呢 我們也認為說可以放寬 不過補充一下就是到目前為止 法官評鑑委員會根據預期不受理的只有兩件而已 所以其實比例並不是很高 但最主要是說它一開始進來這個門檻 就過濾掉了嘛篩檢掉了嘛 對啊 是 所以才會 你看102年10件 那這幾年沒有一年是超過20件的嘛 我想增結點是在這裡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周委員 好 我們接下來請許淑華委員 麻煩主席有請司法院張副秘書長 請副秘書長 謝謝 謝謝 徐委員好 福明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我們法官法呢 是自從2012年的1月份開始實施嘛 那麼各界也期待透過很多外部的一個督導 可以讓整個這個所謂淘汰不適任的法官 有更多的一個評鑑的一個機制 那我想請教一下到目前為止 從實施以來到現在我們受理的案件總共有多少 那麼受理的案件當中是有多少呢 又是有遭到益處的 跟委員說明 那麼這個到目前為止 受理的案件有48件 那還在審議中的有8件 那已經結掉的有40件 那已經結掉的有40件 在已經結掉的40件當中呢 給予 因為他請求他有分一些這個內涵 那我怕用法律的名詞可能大家不容易理解 那我用比較口語的方式就是說 那個審議的結果呢 對於法官做負面評價的 他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呢移送給監察院 那第二個層次呢交付給司法院的人審會 人事審議委員會來懲處的 這是第二個層次 第三個層次呢是可能他的為師的情節呢 又稍微再更輕一點 因此呢就交給他的職務監督人 也就是他的可能是院長 來做這個懲處 那這一種呢加起來呢 一共有30件 是68.8% 分為這三大類 那移送給監察院的第一類 移送給監察院的有11件 11件 那人事會這邊懲處的有幾件 有6件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那這個他的懲處的這個 最後的結論會有走向會是哪幾個方向 這個目前我這邊 實際上到目前為止有沒有說 沒有 因為有法官因為有被送了任何的懲處 那麼導致他沒有辦法在他的崗位上的有沒有 這個有沒有 這個目前我手頭上沒有就是說 懲處最後的結果是如何 監察院的部分有交付給這個職務法庭審查 我印象中 然後是 好沒有關係 原則上我應該可以這麼解釋 就是雖然有受理的40幾件 還有很多的是還在這個審議當中的 不過沒有人 沒有一位法官因為目前的整個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檢討的一個機制 可能有受到實質的處分 那這個 有有處分 有有處分 那處分當中有 有譬如說這樣撤職啊 然後 嗯 就說他是我們所謂的 就是淘汰不適任的法官 有休職的 我那個副名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我們今天都 當然有他的一定的一個懲處 但是最嚴重的整個的一個機制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淘汰所謂不適任的法官 但是並沒有人因為這樣的一個機制 就是在這所有的案件當中 並沒有人因為這樣的機制 他現在是離開他法官的位置上嗎 有有有 剛才哪一位有撤職的法官 胡錦斌 胡錦斌法官被撤職 一位 好 那個副名 那我再請教 我們司法院呢 我們最早在民國84年跟85年的時候 我們有分別有訂定發布一個法官守則 跟法官評鑑的辦法 那作為整個職務監督的評鑑的依據 但是呢 因為我們這個評鑑的 可以說是法制的位階是比較低的 所以也有可能是整個的透明性的不足 所以有很多人批評就是一個 這叫做鳥籠評鑑 那麼如果我們現在在整個的法官法的評鑑制度裡面 我們並沒有辦法脫離這個鳥籠評鑑的這樣的一個框架的話 那我們現在呢我想請教如果評鑑委員會的決議 是不是對我們人事審議委員會 他並沒有實質的一個約束力 所以一旦呢如果說這個人事審議委員會的結果 跟這個評鑑委員會的意見是不一樣的時候 一般來講他會是如何來處理 有沒有這樣子 評鑑委員會送人審會 然後人審會不處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完全沒有 委員那個 只要是評鑑委員會 評鑑送這個司法院職務監督人審會 對 這個都尊重評鑑委員會所認定的事實 並具已做出職務監督處分 好的 好那我了解謝謝 那我再請教 我們法官法第三十條的第二項規定 他有羅列了就是七款的法官 應該要這個評鑑的一些的室友 但是事實上我們評鑑的要成案的時候 是比較困難的 比方說我們要有實質的去認定 故意或者是有重大的過失 才可以交付個案來做評鑑 那事實上條件是蠻嚴苛的 至於情節重大 其實他就是給予官方 比較多的一個採量的空間 那所以呢現在整個 可以說這個交付的個案當中的評鑑 現在大概的那個數量又會是多少呢 文是指交付的到目前文是48件 就是剛剛講的48件 那我再請教我們法官法除了個案被動式的評鑑之外 有沒有定期的做全面性的這個評鑑的一個機制 我們有每三年做這個植物的評鑑 然後平常呢 也有做這個 每年的植物評定 那這個我們三年的評定 是不是比較是不公開去對外 這個是對外 對所有來法院的當事人去做 去做那個調查 但是呢他的結果沒有公開 他結果是我們內部自己參考 因為現在我們希望 大家可以對於法官的一個評鑑 民眾也都有希望有更多的一個了解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是不公開的狀況 會不會給外界有關官相互這樣的感覺呢 委員這個是一個 因為法官我們必須承認說 法官可能有各式各樣子不同的這個 這個 就是他可能他的血氧啊 這個 你覺得這個有沒有在改善的空間 會有不同 我們這樣的一個機制有沒有在 因為我們是不公開嘛 那外界也會這樣的疑慮嘛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更多的一個機制跟討論 可以把這個檢討的機制做得更完整 那如果我們要去除民眾的疑慮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來努力 好 那這部分呢 事實上我們做內部的參考 這樣每年的植物評定的時候呢 我們會作為這個植物評定的一個依據之一 那當然如果這當中發現有比較有這個 覺得表現不是那麼理想的 其實我們也 那各法院的院長也會了解 然後就從旁加以這個福島 或者是做其他的這個治理的這個措施 嗯 事實上顯然是這樣是不足的啦 每晚今天大家也提出了很多的委員會 一些的想法 我也希望就是給你們再做全面性的考量的話 既然要檢討這樣的機制 如何可以讓我們整個的制度更加的健全 又可以讓民眾對我們的司法 對法務部是有信心的 這是我想是我們要共同努力的方向啦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請回 好 我們接下來請周承秀霞委員 好 主席各位同仁 有請張 司法院張副秘書長 請張副秘書長 委員好 副秘好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法官法的修正草案 那我首先先請問傅秘齁 在5月8號的時候 全國媽媽有舉行革命消滅司法恐龍的這個活動 那身為媽媽的妳 妳有關心這個活動沒有 妳知道她的訴求內容是什麼嗎 我從媒體上印象中有這樣子的活動 但是具體很細節的內容我並不了解 我是從媒體上得知而已啦 沒有了解更詳細的啦 因為這幾年連續的發生這一些 隨機殺人的案件 還有殺害幼童 或者是殺害直系親屬的這些社會重大的案件 兇慘的程度真的是令人罰恥 但是讓人更細節的是什麼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妳不知道齁 判決的結果不符合 不是 她竟然還說 在台灣殺人是不會被判死刑的 這個是讓人很生氣的地方 我相信這個是除了她個人的 這個觀念偏差以外 我們台灣的司法 台灣司法長期以來的輕判 也是必須要負責任的 那針對消滅司法恐龍活動這個問題 社會對於這個問題 對司法判決施衡的不滿 已經到了臨界點了 你知道這個問題吧 這個是非常嚴重 那對這些不適任的法官 要如何來做一個淘汰的機制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辦法 就是今天各位委員所這個 關心的法官評鑑委員會的這個機制 是我們在處理法官是不是適任 是不是應該加以淘汰機制的一種機制 另外呢 我們也有譬如說每年的職務評定 或者是說各級法院的職務監督 監察院的這個彈劾 還有我們對於比較年輕之前的這個法官 事實上我們有候補法官跟世屬法官的一個 這個審查的這個機制 我想淘汰的機制要趕快把它完成 因為這個工作要趕快把它做好 另外來針對廢除國培法第13條 建立司法人員問責制的主張 你會支持嗎 國培法第13條 我知道委員的意思 那因為適用法律呢 是法官的審判領域的核心 對核心的價值 所以對於這個有關於 因為適用法律所產生的這些問題 我們是建議應該由這個審計救濟來機制 我是請問你會不會支持啦 會不會支持廢除這個第13條的國培法啦 我想如果廢除國培法第13條呢 可能會造成審判核心的這個動搖 所以你是反對的意思啦 那如果這樣的話 要怎麼建立司法人員的這些問責制呢 問責機制其實是有的 只是說它是不是功能可以更加的發揮 我想我們要努力的是這一點 那針對這些法官網判啊 網法裁判啊 檢察官濫權起訴或者濫權不起訴 這些問題 民眾要如何來救濟 有關於裁判的部分呢 我剛才有報告有審計制度的救濟 然後如果它有符合了這一個 法官評鑑的這些 不是啦民眾要如何來救濟啦 是啊是啊民眾可以像這個 可以像有權力提起這個 民眾可以曾請相關的機關 主管機關或者是 這個有權力提起這個 評鑑的一些團體 因為這些啦 這些你如果說請民眾再透過 透過這個在意啦 或是交互審判啦 或者是上訴再審來救濟啦 這個都是要經過一段非常長的時間啦 所以我們的檢察官法官 在這個判決上面 一定還是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啦 不要常常因為誤判 然後再來造成這些民眾的 後來的這些身心靈的傷害 那都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嘛是不是 那當然審判是很嚴肅的事情 所以我想想其他的辦法啦 一定要再想辦法啦 那再來針對司法院長跟檢察總長 民選的主張 你會支持嗎 目前以我們台灣社會的情況應該 呃 還不到這個程度 應該還不到這個 那針對建立陪審團制度的主張 上一次秘書長有說 他認為是應該採現行在事辦的官審制啦 但是我們的總統主張的不是這樣 我們總統主張的是應該修正為參審或是陪審啦 那推動官審制的這個蘇副院長 他也已經請辭了 那請問復密齁 司法院會不會貫徹總統的主張啊 把他修正為陪審或者是 其實雖然司法院一開始提出的是官審 但是從今年以來呢 在討論的時候呢 或者是我們各法院給各法院在做模擬法庭的時候呢 我們也告訴各法院說 可以就其他不同類型的人民參與審判呢 來做這個模擬 但是總統的看法不一樣啊 是 所以我們其實也有就其他就是參審或陪審呢 來做這個模擬 那從今年以來其實在司法院的內部呢 由於藉起不連續的關係呢 所以我們事實上有在討論 有沒有要調整的這個必要 是不是要再繼續這個辦理這個官審的制度啦 是在演繹這方面的事啦 因為跟總統的意見不一樣嘛是不是 人民參與審判是我們認為是一條一定會走的路 那只是參與的程度是怎麼樣子的問題而已 因為據我所知啦 現在所事辦的這個官審制喔 民眾好像是不希望看到的啦 民眾的需求不是這樣啦 那再請問喔 檢調違法監聽的事情是有所聞喔 但是很不容易舉證啊 之前高檢署檢察官林秀濤 控告檢察總長黃世銘 特徵組檢察官楊榮忠 正深遠及合法監聽票的 台北地院法官周戰村 連帶賠償並登報道歉了 那最近我也聽到台南 有一位里長也是提告檢察官違法監聽 並且獲得賠償的喔 之前這個是官告官 後來這個是民告官喔 而且告贏了啦 對不起請再給我一分鐘喔 有關檢察官的部分 不是司法院處理的 那我要請問的就是說 監聽聽錯了 聽錯了要不要下線 因為監聽法官會發監聽票 那當然只有法官發了監聽票的 那一個線才可以做監聽的 那如果知道他真的是違法 確實是違法監聽啦 像這個案子已經賠了嘛 違法監聽了嘛 那這個要不要 職務上要不要做一些調動或者懲處 我不知道委員指的 因為法官只發監聽票 不負責執行這個監聽 所以就法官的部分 就執行監聽的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做處理 所以你沒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國賠是人民的血和錢 你這個執法單位你錯了 但是國賠這個錢要我們全民來負擔 這個也是沒有理由的啦 這也沒理啦 所以如果是確定已經是違法監聽了 而且賠給人民錢了 這個方面我希望啦 這個要懲處的層面啦 是要懲處這個法官檢察官 還是要我們全民來負責這個賠償的問題 這個你們還是要好好再研議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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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顧力雄委員 來替我主持 好 我們現在請段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麻煩張副秘書長 還有法務部張市長 還有法務部張市長 主席各位同仁麻煩張副秘書長 兩位好 我們知道這個 根據法務院法三十一條 所進行的 司法院跟法務部每三年一次的 法官跟檢察官的全面平和 在一百零三年已經分別 都辦過一次了對不對 那我能不能請問喔 這個法官跟檢察官的全面平和 裡面有多少案件 是後來用來作為法官跟檢察官 評鑑的根據的案源 有沒有 跟委員報告 在一百零二年所實施的一個 全面平和的一個 實際上是沒有 沒有 司法院也沒有 也沒有 好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 所謂的全面平和 這個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蔡奇昌委員 曾經在上一屆 曾經質詢過 司法院的林景芳秘書長 那因為蔡奇昌委員也是 本會的委員 但是他現在因為是副院長 所以沒有來參與實際上的會議 他如果在的話 我看他可能還會繼續追問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一百零三年 我先請問一下這個司法院 一百零三年你們辦了四個月的全面平和 這個參與填寫意見調查表的 是包括代理人 包括這個訴訟這個這個的雙方 好 那麼我請問一下 有資格來填這個調查表的 是在那四個月裡面 的隨案平和 當庭平和的符合資格的人 或是在這三年之內的案件都有資格 你們知不知道 是就開庭的時候的那個個案 來開庭的那個人 針對那個案子做評估 我是喔 長頁被告 我在開庭的時候 從來沒有收過這個評和表 我請問一下 你們在那個時候 回答這個蔡奇昌委員 他有調過這個資料 說總共你們回收的是 一萬零四百二十九件 是百分之十三點八七 百分之十三點八七 其實這個數字不高 那麼呢 有四十九位法官 被評和說要代改進 或者期待改進 但是因為你們說 這個法官每一個去評和這個單一分 這四十九位 有四十八位都在十件以下 有一位是在十五件 這是那時候蔡奇昌質詢的內容 那因為你們司法院回答說 這個件數太少了 不具參考價值 雖然說你們分送給各級法院 他們去做參考 但是呢他沒有太大的意義 那我要請問喔 在那一次評和裡面有 另外有一千零五十五位法官 被評為極佳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所以有一千零五十五位被評為極佳 再加上四十九位是代改進或期待改進 這加起來 如果把這三個加起來 就已經是 有一千 一千一百零四位 那如果是一萬零四百二十九件 這個一平均啊 你知道平均下來啊 每一位法官 這個有被這個打分數的啦 每一個法官 會有幾個人給他們評價 你知道嗎 十幾個 百分之九點四四 就每一個人都不到十個啊 那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全面平和有什麼意義呢 你們辦了四個月 然後收了一萬多件的意見調查表 然後平均下來 每一個法官 會 除非他高度集中 否則平均下來 就每一個法官就不到十個啊 然後你們再說 因為這個打分數的人太少了 所以他不具參考價值 然後 你們平了半天 收了一萬件 沒有一個 被當作該年或者是次年 的這個法官評鑑的案員 那你們辦這個平和要做什麼呢 那我請問法務部 法務部你們在那一年啊 也是一百零三年四個月 你們發出多少意見調查表 發出幾件 發出幾件啊 法委員 我們總共發出去三百二十一萬份 又一千八百五百 三百二十一萬件 這個數量多可怕 你們回收幾件 報告委員 那回收是總共是一萬八千五百六十 總共是十六萬多件 回收了十六萬多件 這個比例啊 比那個法官評和還要低 對不對 回收的比例 我們是五點一三百 五點一三啊 是 那個法官評和回收了十三點 百分之十三點多 就已經被嫌低了 你們只回收了百分之五點 那我跟你請問 你們兩個司法院跟法務部 你們評和 收了這些調查表回來之後 你們就是分送這個各個 各級法院或者各檢察機關去做參考 之外 你們有另外去做調查嗎 報告委員 因為那受評 你們收回來之後是誰負責去 看這個一萬多件 看這個 這些表 誰負責看 各個檢察署 各個檢察署 所以你們就收來之後 就發給大家 你們回去自己處理 是這樣嗎 我請問副秘書長 你剛才講了一句話 另外整個的 後來的整個統計表 還要報布裡面 統計表報布裡面 但是你們發給他們自己去了解 是 我跟副秘書長請教一下 你剛才講一句話 其實我非常之害意 你說如果有法官 表現有問題 那麼庭長 就會去輔導他 你剛才有沒有講這句話 你有講了 對不對 院長 院長 那你想想看我站在被告的立場 我是怎麼樣想這件事情 你那個法官坐在上面 你要定我的生死 結果呢 如果他表現有問題的話 是那個院長要去 你們法官要被輔導 你憑什麼判我案啊 應該是 應該是說 假如他的開庭的態度不好 那麼院長就會去提醒他 去提醒他 關心他是 你們這個平和 裡面有一項包括敬業精神 包括操守 我們就都不問專業了 這個平和多嚴重你知道嗎 包括他的敬業精神包括操守啊 那個不是 敬業精神不是上班打瞌睡啊 那是人的生死 抄在你們手裡面耶 社長曾經有 你們法務部的首長告訴我說 你們檢察官會因為啊 沒有時間辦案啊 就不起訴了 就不起訴了 你們每一位首長都當過 除了部長之外 都當過檢察長 大部分啦 告訴我說他們過去的經驗 他們手底下的檢察官是這樣 你們都知道問題啦 我們有本院的委員那時候要求說 這個平和要每年辦一次啊 我的意見是根本就不要辦啦 根本就是假的啦 這個下次啊 我們法官法這次三席條沒有修到啊 下次修掉三席條 整個就把它廢除就算啦 這辦這個假的為什麼還要每年辦一次 不要辦啦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顧委員替我主持 接下來請徐永明委員 徐永明委員 徐永明委員不在 請尤美女委員 請張副秘書長跟張市長 委員好 兩位好 我們今天要審這個法官法 那當然呢 那本席跟那個顧委員所提的這個法官法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法官評鑑的這個部分 那法官評鑑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在這一次我們的小英總統就職典禮的時候 那他提到就是我們國家面對的很多的問題 那需要改革 提到司法改革的時候 全民是一個非常強烈的一個反應的一個歡呼聲 所以呢這裡可以看出 人民對於司法改革的期盼的陰切 那為什麼一個司法制度 一個司法我們是說 他其實是公平正義最後的一道防線 是人民所有希望的寄託 也是人民對於公平正義他所寄望的所在 結果呢會變成我們現在所有的改革裡面 變成司法改革是人民最有感受的 那當然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牽涉到的就是說 好我想大部分的法官都是不錯的 大部分的檢察官也都是不錯的 可是裡面只要有百分之一 或是可能千分之一的檢察官說是法官 他表現的不好 但是呢我想每一個人民 他可能一輩子就只遇到一次 就遇到這個法官或是遇到這個檢察官 或是他的家族裡面 只要有一個人 他一輩子就是遇到這個 不好的檢察官或是不好的法官 我想他的感受 他就會把它擴大成為 整個司法制度就是這麼的爛 怎麼的法官就是這麼的爛 怎麼的檢察官就是這麼的爛 他一定是把它擴大 因為到那麼多好 我都堵一個人 整個黑子都堵一個人 下去堵下去 所以他一定去想的 所有的全部都是這麼的爛 所以在這裡我們需要有法官的評鑑 有檢察官的評鑑 就希望說我們把這些不良的 能夠把它驅逐掉 讓好的能夠被看見 而不是所有被好的這些的法官 跟檢察官 全部都需要替這些人來背黑鍋 那我們知道說法官不渝 所以很多的法官他也覺得 我這麼的認真 對不對 從來沒有被肯定 可是那幾個不良的法官 或是不良的檢察官 他們就代表著我們的全部 我相信他們也有很多的話要說 所以一個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 一個法官的評鑑或檢察官的評鑑 是有必要的 他不只是為當事人 他其實也為了所有這些好的法官 跟好的檢察官而存在 因為只有這樣子 我們所有的這些的法官 跟檢察官的表現 他們才能夠被肯定 否則的話永遠是這些不好的 他來代表著整個 對不對 你們說是不是這樣 那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 我們就希望是說 我們對於法官法的這樣的一個修正 其實也是站在跟你們同樣的 我們希望說能夠讓好的法官 好的檢察官 能夠被鼓勵 被肯定 對於不好的應該把它汰換掉 而是對於這些不好的 我們一直把它留在裡面 然後代表我們 代表所有的整個一個司法體系 我想這是不對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會牽涉到 當然我們知道說我們在 就是我們台灣人或是中國人的個性 大家都不想當壞人 這個不只是說在這個司法的體系裡面 我相信在各個公務體系裡面 也都一樣 我們對於所有的這些公務員不好的 要把它汰換掉 也一直沒有辦法汰換 但是對於公務員 大家可能的要求 或是說大家也算了 但是對於法官 因為已經是最後一道防線了 因為對於公務員的不好 我還可以到法院去 可是法院已經是最後一道防線了 當這一道防線 我又遇到一個不良的法官或檢察官 那人民的感受就非常非常的強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對於這所謂的汰換 把這些不好的 把他們的退場機制 它的一個重要就會變成是說 我們沒有辦法仰賴自己的人 去把自己的不好的把它汰換掉 因為這裡要讓自己去 對不對 要讓自己的人拿刀子去砍自己的人 我想這是太難的 所以我們才會期待說 我們是不是要讓外面的人 進來來幫忙 就空開透明嘛對不對 所有這些好的法官要被肯定 那不好的也應該被呈現 他應該要被得到他應有的懲罰 應有的退場 我想這才是公平的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們在這一次的法官法的修法裡面 我們會把法官的評鑑放的是最重要的 而且我們要求是把外面的 這些的所謂的評鑑委員 讓他能夠外面的能夠進來 用自己人 要去淘汰自己人太難了 但是我們讓外面的人來 好我今天門打開嘛 對不對 你們大家來給我們的一個公平嘛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希望是說 是不是能夠把這些所謂的外面的 這些的專家學者公正人士 這些人的人數能夠把它增大 把他的比例能夠增高 那這樣子我們對自己人要去汰換自己人 這樣的一個困難度就會降低 那當然你們也一直提到說 如果把法官或是說 對檢評會在檢察官 把他人數降到一人你們覺得太少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把總數放大 然後把外面的人增加 那這樣子的話讓外面的人對不對 比較多的人能夠來替 也不能夠說我們自己沒有辦法做到 然後外面的人來替我們開刀不是 而是說讓他公開透明對不對 然後呢公正 那讓不兩等他能夠被汰換掉嘛 你們的看法 法委員我們這個司法院原先 在上個會期所提的這個草案 就是把外部委員從四人增加到六人 四人增加到六人 但是你們法官就是能夠維持三個人 就不想降低這樣 法官還是維持三人 其實這個已經是外部委員其實是很大的一個比例了 好 這個部分仍有在討論 因為大家也希望是說 這個部分就是外面的這個人 因為我們說司法他不應該是我們自己內部的司法嘛 所以就會看到說在這次司法改革的 這個籌備委員裡面呢 幾乎大家也都說至少要有一半以上的是外面的人 不是學法律的人 讓一般的人民他能夠用他的非常的素譜的 因為我們也看到說很多法官他用他的專業去判斷 可是他判斷出來的東西是跟人民的法律感情是離得很遠的 所以人民才會一直冠上所謂的恐龍法官 這樣的一個名詞 那所以在治理就是說 好 這樣的一個比例是要讓法律專業的高過於外面的 還是外面的高過於法律專業的 我想這個部分中有再來討論的一個空間 那另外呢這裡當然就是所謂的那個 評鑑的這個參與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也知道說對於這個所謂提出請求的 像說我們知道個人是不能夠提出評鑑嘛 所以他必須要透過像說律師公會啊或司改會等等 這些有公信力的團體 可是當這些公信力的團體 他在整個一個評鑑的過程 他是沒有參與權的 那他沒有辦法去參與的時候 當然這裡我們知道說一定要給這些被評鑑的人 有這個答辯的機會嘛 那他答辯出來之後 當你沒有讓 因為我們在這整個一個評鑑的過程 我們不會採這種所謂的交互結問啊 或是這種就是一來一往的這樣的東西 所以在這裡就會變成說好今天我送去評鑑了 那今天他答辯 那答辯出來的東西跟你的一定是兩套不一樣的事實嘛 那我怎麼樣去判斷 今天評鑑委員他如何去判斷誰對誰錯 或是說誰說的才是正確的 那事實上這裡是需要有更多的對不對 陳述意見啊或是針對他的答辯啊再來講 當然我們就說在法庭是一個公開的法庭 然後我們今天交互結問 那就會讓真理越變越明 可是在這個法官的評鑑裡面 或是檢察官的評鑑裡面 是沒有做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公開的辯論 或是說所謂的這樣交互結問的過程 因此在這裡是不是也應該讓這些的人 就申請評鑑的人或是單位 他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參與 程序的一個參與權 才能夠讓這些讓評鑑委員 他的對於這些事實能夠更清楚 有沒有可能 報告委員 其實在司法院的法官評鑑委員會的 評鑑實施辦法現行的 那我們就有賦予給請求人到會陳述 然後提示捐贈這樣子的程序參與權的 所以考量事實上實務目前已經這樣做 所以我們的書面報告裡頭已經提到 就是說我們會同意這樣子的一個修法的方向 對當然我們希望是說他能夠更開放 因為我讓你書面的陳述的參與 陳述意見的機會 那我就是一次陳述一次機會 那我陳述完對方要再提答辯 然後很多後面的可能要再補充資料或什麼等等 所以其實是希望是說這裡是不是能夠有更開放的 包括說這個月券的或是聽取錄音帶的 或是說能夠更多的一些交換意見的這樣的一個機會 因為我想我們既然是推出這所謂的公正的團體 那他不會去故陷入別人的這個與不易 所以在這裡我們只是要希望是說 是不是大家共同來努力 讓這些不肖的法官或是檢察官 他的也不要去冤枉他 但是他如果真的是有問題 那應該要被呈現出來要被處置嘛對不對 那當然在這裡我們剛剛在講說 要讓外面的參與這裡面其實很重要的 也就牽涉到他的性別的觀念對不對 還有這所謂的族群 他裡面很多這種所謂的謾罵 那甚至用這種所謂的性別歧視的語言 或是對族群歧視的語言來謾罵等等 我想這些都是非常非常不妥 也會讓人民覺得說 這個法官怎麼水準比我還低落對不對 而且你這次簡直是把人家羞辱到 讓當事人受到二度三度的傷害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會希望是說 在這個所謂的評鑑委員的這個選拔上面 當然也要能夠去考量這所謂的性別的意識 那還有這些族群關懷的這些 這樣的一個這個抑制性的這些東西 那當然另外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是所謂的這個時效的延長的部分 我們剛剛很多的這個委員其實也都提到 那這個部分我們都可以再來討論 謝謝 好謝謝右委員 那謝謝幾位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 許裕仁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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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明文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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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廷菲委員 陳廷菲委員 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不在 黃昭順委員 中嘉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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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吳志陽委員 不在 高陸移院委員 不在 管碧林委員 不在 簡冬民委員 不在 蔣乃馨 不在 林俊憲委員 不在 劉世芳委員 馬文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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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國雄 不在 羅明財委員 不在 張立善 張立善委員 張立善委員 不在 陳學生委員 不在 王惠美委員 不在 我們接下來請 蔡毅宇委員 請我們張副秘書長 請張副秘書長 我們 請問 我們 請問 副秘書長 我們目前的法官評鑑的結果 究竟有幾位法官因為評鑑而被認定是不適任 然後有相當的一個懲處 報告委員 法官評鑑的結果呢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有事實件已經完成評鑑的 事實件完成評鑑的當中 有11件是送給監察院 有6件是交給司法院的人事審議委員會做懲處 有5件是交給法官的職務監督人進行職務監督 一送給監察院的部分 後來法官職務法庭做審議的結果 我細節的部分呢我還沒有這個資料 但是印象中有做這個休職的 也就是停止他的職務一段時間的 然後有撤職的 還有減少他的縫級的 還有降級的 那有一部分呢是申戒的 然後也有比較嚴重的 對最嚴重的就是撤職的 那撤職的有幾件 撤職的到目前為止是 一件撤職的 對一件撤職 那休職的呢 看不到 對不起因為現在的資料呢 沒有做很完整的 有這個不是法官 這個是法評會 這是法評會做的嗎 也有三位免職的 對不起因為我們整理的資料 三位免職一位撤職 現在撤職這樣看起來有兩位喔 他休職的也有兩位 委員容我們回去以後 把這個處分的結果 再整理一下好嗎 所以目前只有40件 送法官評鑑 那這40件送法官評鑑 是因為屬於個案評鑑的 有幾件 這些都是個案評鑑 都是個案評鑑 那這樣的個案評鑑中 屬於說被害人或者是 當事人提出 主動提出的 還是法院主動送評鑑的 這個又 屬於這個當事人主動提出的 有幾件 報告委員到目前為止 送評鑑的案子一共有48件 那是8件還沒結束 還在審議當中 40件是已經結束的 剛才我報告的是這個樣子 對 那我問的就是說 那那個送評鑑的 當事人要求評鑑 是 最後有確實送評鑑 這個我們有數字嗎 大部分的案件的來源呢 是像民間施改會 或者是律師公會這樣子呢 經過司法院許可 然後授予他們 有移送評鑑的 這樣子的一個請求權的 這個團體 最主要是這兩個團體 來送 所以是施改會 跟 律師公會 律師公會 那申請移送 對 所以主要來源的是這樣 那內部 申請評鑑的比例高嗎 如果是內部認為 主動認為說 這個法官因為 因為他的生活的一些品性 還是說他判案的一個品質 看起來 委員我不敢講說 我現在的數據是完全精確的 但是看起來 這邊是有三件是所屬機關 送的評鑑 三件是所屬機關 對 那副委員長 因為我要跟你這樣 討論這樣的一個數字 就是主要我認為說 現在民間對於法官的一個不信任 來自於說 法官這個評鑑制度 並不是非常的便明 而且法官評鑑這個制度 一般人不知道怎麼去使用 去使用這樣的一個評鑑制度的一個結果 往往曠日廢時 等到這個法官被評鑑出來 還是說他要求去評鑑的時候 最後沒有送評鑑 這樣的一個狀況變得說 當事人他認為 我明明遇到了一個 我認為不適當的一個法官 但是我對於他 我是莫可奈何 所以我們今天去提修法官法 會要求這個評鑑委員 評鑑委員的比例 法官的內部比例應該要再降低 現在我看你們的報告中 你們認為目前法官佔三個 檢察官佔一個 律師佔三個 那民間人士佔四位 目前是四位 你認為這樣的比例 可以再讓法官 就是內部的比例再調降嗎 報告委員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程序呢 應該是要講究他的公平對等 那外部委員 就不要講檢察官好了 律師跟這個外部委員 加起來就已經有七位了 所以是遠遠高過於法官 跟檢察官的這個數字了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組合呢 應該是可以兼顧這個受評鑑人 跟請求人的這樣子的一個 公平性的考量 對 因為當然說 站在你們的立場 你們會認為法官的比例 已經比民間低了嘛 但是我們普遍看到的是說 因為縱使是民間的比例 他還是 他實際上他能夠發揮影響 他能夠發揮影響 會來自於說 他被 零選為這個評券委員 的過程中 他也許 並沒有辦法充分發揮 所以我們去強調說 為什麼司法院 現在的一個封閉 他從考試制度 就是一個封閉的考試制度 他的退場機制 評鑑這個制度 也並不是那麼的對外 所以我是贊成說 我們今天的這樣的一個 法官法的一個修法 讓所謂法官可以更加的面對說 一旦我的審理有瑕疵 而這個瑕疵 並不是來自於說 我法律上見解的一個錯誤 而是我在適用法律的時候 我可能沒有兼顧到 整個程序應該要注意的人權的一個照顧 或者是 我的程序上出現這個瑕疵 是屬於重大的瑕疵 我就應該要被評鑑 如果這樣敞開心胸 我覺得司法院 才是可以對外 可以讓人民 可以重拾對他的信任 包委員有關於這個外部委員的這個 這個這個領選 那我們有打算說是 可以讓各界來這個推薦 想要推將來的草案裡頭 其實我們目前的草案裡頭 就有放進去的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好 謝謝 好 請回 我們接下來請黃偉澤委員 黃偉澤委員 黃偉澤委員不在 陳歐破委員 陳歐破委員 陳歐破委員不在 接下來有兩件事情跟大家說明 第一件我們今天審查的這四個案 我跟大家報告我們把 徐國勇等23人 顧立雄等21人 林維中等16人 分別擬據的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改為並案審查 因為徐國勇等16人領據的法官法74條條文 這是一個單獨的案 好 第二件事情 我們今天就先不休息 但是我們等一下要宣讀條文 那麼宣讀條文的時候 請我們會晤人員各位委員 還有列席的人員 都這個大家斟酌啊 自行這個要調整 要去洗手或者要做其他事情 我們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利用這個宣讀條文的時間來進行 好我們現在宣讀這個草案條文 嗯 嗯 他先報告 噢 對不起 這個我們所有登記發言委員 均已發言完畢 巡答結束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書面答覆者請相關機關 盡速送交個別委員基本會 委員林維中許一人等 提書面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覆 好我們現在開始 會看宣讀完 如果我跟大家先宣告 我們到12點20好了 如果宣讀完還有時間的話 我們希望至少這個竹條先進行一部分吧 看能不能進行多少 還是你們想要今天要把它審完 我沒有意見啊 怎麼樣 怎麼樣 不要竹條 今天一定要竹條 但是竹條到什麼時候 到什麼 我們到條文 現在先延到12點20 然後條文念完之後 我們再做決定 好不好 好 請宣讀 請參看那個 徐國用等23人的提案 第三頁部分 第二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 未修正 除第四項的部分 將司法院司法人員 研習所改為法官學員外 均與現行條文童 第七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 未修正 第四項 修正為 第二項委員會由司法院院長召集 其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 由其指定之委員代理 院長 院長指定之代理委員 均不能主持會議時 由出席委員 互為推舉一人主持會議 委員會之決議 應以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五項、第六項 未修正 現行條文第七項 已列為第八項 增定第七項為 司法院院長臨聘第三項 第五款委員 應考量性別主流化 來源多元化及一直化 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33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由法官三人 檢察官一人、律師三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 組成 評鑑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 每屆評鑑委員第一次開會時 由評鑑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委員 開會時由召集委員召集並主持會議 每月開會一次 無議案時得不召開 必要時得由召集委員召集或三位以上之委員提議 加開臨時會 評鑑委員及第四十一條 第七項人員之回避 准用行政訴訟法有關法官回避之規定 評鑑事件審議中 評鑑委員已受任辦理受評鑑法官現所承辦 且係數中之各類案件者一同 第三十四條 法官評鑑委員產生方式如下 一、法官代表由司法院或其指定之所屬機關辦理全體法官票選之 二、檢察官代表由法務部或其指定之所屬機關辦理全體檢察官票選之 第三款、第四款未修正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前項委員 一、各級法院及其分院之現任院長 二、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之現任檢察長 三、全國性及各地方律師公會之現任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秘書長及副秘書長 四、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團體之現任董事長、理事長、副董事長、副理事長、常務董事、常務理事、執行長、秘書長、副執行長及副秘書長 五、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外之公務人員 但公立各級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學、研究人員不在此限 六、政黨黨務工作人員 司法院院長臨聘第一項第四款之委員應考量性別主流化來源多元化及一直化 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評鑑委員之資格條件、票選程序及委員出缺之地補等有關事項之辦法 由司法院、行政院、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分別定之 第三十五條 第一項、第二項未修正與現行條文同 第三項修正為 當事人、犯罪被害人及受前兩者委任之律師 得以書面曾請第一項機關團體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 進行個案評鑑 第四項修正為 就第三十條第二項各款刑事 法官任有誠請之必要時 得誠請所屬機關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各案評鑑之 現行條文第五項、第六項一列為第六項、第七項 增定第五項、法官評鑑委員會於審議各案評鑑事件時 發現受評鑑法官有其他未經請求評鑑之為師行事、情結重大 得定就該部分進行審議 第三十六條、法官各案評鑑之請求 應於下列期間內為之 一、無涉法官承辦個案者自受評鑑事實終了之日起二年 二、牽涉法官承辦個案非以裁判終結者自該案件辦理終結之日起二年 三、牽涉法官承辦個案並以裁判終結者自裁判確定日日起三年 至該案件辦理終結之日起亦得請求個案評鑑 四、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一款非以裁判確定之情形 至滿六年時起三年 受評鑑事實應於前項請求期間而不負評鑑時 不影響職務監督權或疑赴懲戒程序之行使 前條第三項所列之人得以請求個案評鑑為由於前二項鎖定之期間內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 不起訴或還起訴處分確定後准用前項之規定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第四項修正為第一項第三項委員總人數應扣除未依規定推派票選或任期中解職死亡或迴避至出缺之人數 但不得低於八人 第五項修正為 法官評鑑委員會得依申請或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查 並得通知關係人盜會說明 請求人請求陳述意見或請求調查相關市政 除顯無必要者外應與盜會陳述 但其盜會陳述如有不當言性得自止之 第五項調查所得資料處法令令有規定外 不得提供其他機關團體個人或工人閱覽操錄 但請求人盜會陳述意見時 得提示與請求評鑑有關之資料 第八項至第十一項 係現行條文第六項至第九項項次調整 徵定第十二項為法官評鑑委員會之決議書 應與公開 法官評鑑委員會組織歸程及評鑑實施辦法 由司法院定之 第八十九條 第一項 第一項 除後段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改為法官學院 及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改為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外 均以現行條文同 第二項為修正 第三項修正為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由檢察官三人 法官一人律師三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組成 評鑑委員任期二年 得連任一次 增定第四項 每屆評鑑委員第一次開會時 由評鑑委員互選一人為會議主席 開會時由會議主席召集並主持會議 每月開會一次 無議案時得不召開 必要時得由召集委員召集或三位以上之委員提議 加開臨時會 第五項至第十三項是現行條文第四項至第十二項的項次調整 第103條 第一項為修正 增定第二項為 本法修正條文至公佈日施行 徐國勇等十六人提案法官法第七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請參看第十六頁 法官任職至年終滿一年 經職務評定為良好且未受有刑事處罰懲戒處分者 近一級 並給予一個月奉集總額之獎金 以達所需職務最高奉集者 給予兩個月奉集總額之獎金 法官任職至年終滿一年 經職務評定為普通 且未受有刑事處罰懲戒處分者 近一級並給予半個月奉集總額之獎金 以達所需職務最高奉集者 給予一個半月奉集總額之獎金 法官任職至年終滿一年 法官任職至年終滿一年 經職務評定為代未達良好不進級 不給予獎金 法官任職不滿一年以達六個月 經職務評定為良好或普通 且未受有刑事處罰懲戒處分者 給予一個月或半個月獎金 第五項第六項細線型條文 第二項第三項項次調整 第七項修正為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有關 禁集之規定於後補世屬服務成績審查不及格者不適用之 請參看顧立雄委員等二十億人提出的修正草案 第二十一頁 第二條 除第四項中司法院司法人員演習所改為法官外 及未修正與現行條文童 第三十條 司法院設法官評鑑委員會掌理法官之評鑑 法官有下列各款情勢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有事實主任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自審判案件有明顯違誤和侵害人民權益者 二有二十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刑事者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 四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者 五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者 六無正當理由實言案件之進行至影響當事人權益者 七違反法官倫理規範情結重大者 不得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應僅限於單純適用法律之見解 第三十三條法官評鑑委員會由法官一人檢察官一人律師三人 及長期參與司法改革人權公益或弱勢議題之學者及社會團體代表六人組成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任意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憑鑑委員之規避准用行政訴訟法有關法官規避之規定 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序文第一款至第三款未修正 第四款修正為學者及社會團體代表由社會團體推舉 長期參與司法改革人權公益或弱勢議題之學者及社會團體代表 送司法院院長林聘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擔任前項委員 一、各級法院及其分院之現任院長 二、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之現任檢察長 三、全國性及各地方律師公會之現任理事長 四、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團體之現任董事長、理事長 五、公務人員但公立各級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學研究人員不在此限 六、政黨黨務工作人員第三項未修正與現行唐文童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增定第五項為法官評鑑委員會 知有應受評鑑之情勢時應主動進行評鑑調查及審查 第六項第七項係現行條文第五項第六項向此調整 第三十六條法官個案評鑑之請求應於受評鑑事實終了之日起二年內為之 但牽涉法官懲罰的個案者則延長至裁判確定之日起三年內為之 或至該案件辦理終結之日起六年內為之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至第四項未修正 第五項係現行條文第六項項次調整 第六項為前面司法院應 原為是得改成因 依法聘用適當人員協助辦理評鑑請求之審查及評鑑事件之調查 並負責其他與評鑑有關之事務 法官評鑑委員會行使職權應兼顧評鑑功能之發揮及受評鑑法官程序上應有之保障 且不得影響審判獨立 法官評鑑委員會之決議應於公開 法官評鑑委員會組織歸程及評鑑實施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徵定第四十一條之一 法官評鑑委員會得為必要之調查或通知關係人到會說明調查所得資料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不得提供其他機關團體個人或工人越南操路 請求評鑑機關或團體得向法官評鑑委員會請求調查事實及證據 法官評鑑委員會有正當理由認為無調查必要者 應檢附理由說明之 法官評鑑委員會於調查證據或約詢受評鑑人或關係人時 得通知請求評鑑機關或團體到場 並給予表示意見之機會 請求評鑑機關或團體得請求閱覽抄寫 附印或攝影有關資料或卷宗 法官評鑑委員會對於前項請求除依法應保密則外 不得拒絕 法官評鑑委員會應將受評鑑法官提出於 評鑑委員會之書面意見送交於請求評鑑機關或團體 並給予合理期間以表示意見 第89條 第一項、第二項為修正 第三項修正為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由檢察官一人、法官一人、律師三人 及長期參與司法改革人權公益或弱勢議題之學者及社會團體代表六人組成 任意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增定第四項為 委員會之主席由全體委員不選之 檢察官有下列各款情勢之一者應付個案評鑑 一、有事實主任應故意或重大過失自有明顯違誤而侵害人民權益者 二、有95條第二款情勢者 三、違反第15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 四、違反第15條第一項第16條或第18條規定者 五、嚴重違反偵查不公開等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者 六、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至影響當事人權益者 七、違反檢察官倫理規範情勢重大者 不得據為檢察官個案評鑑之事由應僅限於單純適用法律之見解 檢察官個案評鑑之請求應於受評鑑事實終了之日起二年內為之 但牽涉檢察官承辦個案者則延長至裁判確定之日起三年內 或至該案件辦理終結日起六年內為之 第五項第七款檢察官倫理規範由法務部定之 檢察官有第五項各款所列情勢之一 由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第十項至第十四項 係現行條文第八項至第十二項項次調整 第103條 第一項與現行條文同 增定第二項為本法105年某月某日修正條文至公佈日實行 再看林維州等16人提案的修正案 請參看第35項 第二條 除第四項中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修正為法官學院外 其餘與現行條文同 第七條 第一項未修正 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項修正為 前項領選委員會以司法院院長為當然委員並任主席 其他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 句號 名額及產生之方式如下 一、司法院代表二人由司法院院長指派 以下第二款至第六款係現行條文第一款至第五款 第二項委員會由司法院召集並擔任主席 其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 由其指定之委員代理之 委員會之決議 應以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五項至第七項 與現行條文同 第三十三條 法官評鑑委員會由法官三人、檢察官一人、律師三人、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組成 評鑑委員會之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一次 每屆評鑑委員第一次開會時由評鑑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委員 開會時由召集委員召集並主持會議 每月開會一次無議案時得不召開 議案未結於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 評鑑委員之回避 准用行政訴訟法有關法官回避之規定 評鑑事件審議中 評鑑委員已受任辦理受評鑑法官憲所承辦 且係署中之各類案件者一同 第三十四條 法官評鑑委員產生方式如下 第一款至第三款與現行條文同 第四款修正為 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由法務部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各推舉檢察官律師以外之六人 送司法院院長名聘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得擔任前項委員 1.各級法院及其分院之現任院長 2.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之現任檢察長 3.全國性及各地方律師公會之現任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秘書長及副秘書長 4.第35條第一項第四款團體之現任董事長、理事長、副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執行長、秘書長、副執行長及副秘書長 5.前項第一款至第二款以外之公務人員 但公立各級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教學研究人員不在此限 6.政黨黨務工作人員增定第三項為司法院院長臨聘第一項第四款之委員 應考量性別主流化來源多元化及意識化 第四項與現行條文第三項同 第35條第一項、第二項未修正 第三項、當事人犯罪被害人及前兩者之委任律師 得以書面成請第一項機關團體請求法官評鑑委員會進行個案評鑑 第四項、未修正 增定第五項為法官評鑑委員會於審議個案評鑑事件時 發現受評鑑法官有其他未經請求評鑑之為師行事、情結重大者 得並就該部分進行審議 第六項、第七項、細線型條文第五項、第六項相似調整 第六項、法官個案評鑑之請求應於下列期間內為之 一、無涉法官承辦個案者自受評鑑事實終了之日起算二年 簽設法官承辦個案非以裁判終結者自該案件辦理終結之日起二年 簽設法官承辦個案並以裁判終結者自判決確定之日起三年 自該案辦理終結之日起亦得請求個案評鑑 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一款、非以裁判確定情形自滿六年十、三年 受評鑑事實應於前項請求期間而不負評鑑者 不影響職務監督權或移付懲戒程序之行使 前條三項所列之人則請求個案評鑑於前兩項所定之期間內 請求交付法庭錄音光碟 不起訴處分或還起訴處分確定後准用前項規定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未修正 第四項修正委 第一項、第三項委員總人數 應扣除未依規定推派票選或任期中解職死亡或迴避出缺之人數 但不得低於八人 法官評鑑委員會得依申請或依職權為必要之調整 或通知關係人到會說明 各案評鑑事件簽設法官承辦各案尚未終結者於該法官辦理終結其案件前 停止進行評鑑程序 司法院得依法聘用適當人員協助辦理評鑑請求之審查及評鑑事件之調查 並負責其他與評鑑有關之事務 法官評鑑委員會行使職權應兼顧評鑑功能之發揮及受評鑑法官程序上應有之保障 且不得影響審判獨立 法官評鑑委員會之決議應於公開 法官評鑑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評鑑實施辦法由司法院定制 第八十九條 第一項 第一項 除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改為法官學院及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改為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外 與線形條文同 第二項 未修正 第三項修正為 檢察官評鑑委員會由檢察官三人法官一人律師三人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組成 評鑑委員任期兩年得連任一次 每屆評鑑委員第一次開會時由評鑑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委員 開會時由召集委員召集並主持會議 每月開會一次無議案時得不召開 議案未結於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 議案未結於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 第五項以下以現行條文同 第五項以下以現行條文同 第103條第一項以現行條文同 好我們現在這個條文已經宣讀完畢喔 我跟大家來這個請坐沒關係 各位請坐請坐請坐 這個我跟各位報告一下請坐啦 這個我們今天會議上午的會議延長到2點下午2點30分 2點30分的意思就是說如果在2點30分之前有結果就結束 那如果不行喔 如果當然我說到2點30分我會試狀況啦 但是這個是表示我們的決心啦 我審到完萬一不能影響到下午的會議啊對不對 下午有下午的議程啊 好我徵求各位同意喔 因為我們這個四個案裡面剛才已經宣告 有三個案我們就並案審查 那麼單獨的一個案就是徐國勇委員的那個修正第74條 我們先從這個案先處理好不好 因為這個案是單獨的 它是處理這個法官評定的這個分級的問題 唉唷我請他們印了 我請他們印但是這個74條沒有對照表啦 74條就單獨了所以先處理74條好不好 我知道 各位請看關係文書第16頁喔 那個徐委 徐委員的這個提案喔 徐委員的這個提案喔 是把本來法官評定的這個等級啊 從良好跟衛達良好 兩種修正為良好普通衛達良好 三種喔 三種喔 那因為徐委員剛才在說明的時候 有提到說這個良好啊有97% 這個比例太高 但是我有跟徐委員建議說 這個良好衛達良好跟普通啊 良好普通跟衛達良好 這個請各位注意聽喔不好意思 良好普通跟衛達良好 這個三個等級的分法 我的建議是在語意上面會引起誤解 因為呢良好底下如果第二級是普通 第三級啊應該不是衛達良好 他是衛達普通 他連普通都打不到啊 所以那個應該是叫做代改進 或者是表現欠佳 類似這樣的這個分級 好請各位表示意見 我們就坐在座位上面講啦好不好 拿麥克風講 我想我提案我先表示我的意見 這個最主要是 我發現 如果以百分等級來講 縱然法官是精英階級 也不可能百分等級到那麼高啦 以50%來講一個標準差 兩個標準差 34134772 那47.72再加50 97.72 我們的法官真的有到97.72 都是良好 真的只有一個小小的三個標準差以外的才是不良好嗎 才是衛達良好嗎 我不相信啦 法官也是人啦 尤其我們的法官的禁用 在裡面並沒有人格跟品性操守等等的 只是靠一個考試就上去了 我不認為有這麼高的比例 第二個 公務員也一樣分三級 那為什麼法官一定分兩級 然後在法官分兩級的結果 所有在評定法官職務表現的這一些 全部變成相怨 除非這個法官很特殊 開庭啦 什麼言語什麼都已經被檢舉很多了 才可能列為衛達良好 幾乎百分之97都良好 如果百分之97都良好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 回歸公務員的三個等級 然後呢 也給 司法行政這一部分 司法院的司法行政這一部分 有一些更大的空間 我覺得這樣子這些法官在審理 他會更加的努力 會更加的小心 每一個人的司法行政這一部分 這個當過律師的人都受過法官的氣 沒有沒受過法官氣的 我 我不知道說我當了三十幾年律師 也受了非常多的氣 可是也沒有看到他們受到懲戒啊 我們也反應啦 這個至少是要給他們一個 至少說 在這一部分 司法行政能夠有一些 獨立審判我們不會去干涉 至少其他的制衡吧 我不相信法官精英到這種程度啦 我真的不相信啦 大家都考試過都是讀法律的 不要告訴我法官特別精英啦 所以他要獨立於公務員之外 他們只有兩級 然後呢 兩好97%以上 然後 未達兩好的只有 只有兩%三% 我不相信啦 所以在這一部分 那剛剛主席所提到的 趙偉所提到的 是不是名詞改一下我沒有意見 我沒有意見 是不是說兩好普通 或者是 代改進 把未達兩好改成代改進 我們說一個修正的東西 這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認為說 這個應該要這樣來處理 那也跟大家報告說 第三項裡面的那個代 第二行呢 經植物平等為代 未達兩好那個代是最制 也再次向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這以上是我的意見 感謝大家 好謝謝 請問各位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意見 來 麻煩請說明 哪一位 主席 主席 那個我是司法院人事處處長 是 我還是要先解釋一下 就是說 當初法官法 他只分兩級 其實他有他的用意 當初就是說 因為最初法官跟公務員一樣 分甲乙丙三等 而且呢 行政長官他會以控制烤機啊 來影響啊 這個法官辦案的結果 此外呢 因為呢 有分甲乙丙三個等級 特別是呢 這個甲乙丙 甲等還設設比例限制 所以呢 在法官之間呢 就為了這個 每年打考棘手 為了分級啊 也產生很大的紛爭 所以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這個仿照美國聯邦法官的制度啊 如果呢 這個表現良好啊 就可以繼續任職 所以呢 當初 本來 這個 這個考評制度呢 它是定為 如果你試任啊 年度職務評定為試任啊 就繼續任職 那如果是不試任的話呢 這時候 這個 就這個沒有辦法晉級 也沒有獎金 但是呢 那時候問題就來了 那如果不試任的話呢 按照法官法的規定啊 這時候 這個 不試任的話呢 這個是可能是撤職的原因啊 那這個用語又太嚴重了 所以後來呢 才又把用語調整成良好跟未達良好 所以呢 這個 它這個分成兩級是這樣來的 就是說 盡量秉除法官 適用考級法 分成三等地 那如果法官有表現不良好的情況呢 那這個透過評鑑制度啊 去讓他接受檢視跟淘汰 所以 如果說今天如果要 而且呢 這個 新的這個制度呢 也只實施三年 那確實 如果 那如果實施成效不良呢 那其實有可能是 執法技巧跟落實啊 這個 落實執行的問題 所以呢 站在 人事處的立場 是希望說 這拜託各位委員 能夠 這個再斟酌看看 不要冒然的把它把它改掉 因為呢 這樣子就無異於回復成 當初三等地 跟公務員制度是一樣的 那個跟法官法 大家爭取了多年 然後呢 廢除考基制度的適用啊 這個 跟當初的本子啊 其實就 就相去太遠了 而且呢 這樣貿然廢除 其實可能在法官跟檢察官群體之間 可能也會產生很大的震撼跟爭議啊 好 謝謝 這個處長 這個我能不能跟徐委員請教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徐委員這個提案喔 他並沒有去規定 定這個比例啦 沒有比例 但是這個問題也是我要跟徐委員請教 就是 如果沒有定比例的話 那麼你所講的這個 97%以上的這個法官都是良好 有可能你分三等地之後 他還是良好啊 他還是 有97%的這個法官還是良好啊 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好 我 我引用不具名的院長級的 包括地院 他們告訴我說 其實就是因為沒有第二級 他只能給第一級 如果定下去以後 自然就會有第二級的出現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剛剛 我們是人事處長 他提到說 參考美國 人家美國沒有這樣 拜託啊 連美國的法官沒有 他說 欸 大學畢業一考上就當法官 我們還有一個 19歲考上 18歲就考上 就考上了 當然他當時沒有去當法官 當完兵才去了 陳守華 19歲就割掉 18歲就割掉 以我來講 我那時候如果去的話 也是個baby judge 什麼都不懂 我們如果去當法官 會不會害死人 我說現在 快60歲了 回頭來想 好可知道我沒有去做法官 沒有去做法官 那時候我們不知道還是多少人 太年輕了啦 美國沒有那麼年輕的法官啦 我在美國碰過一個法官 四十幾歲 他告訴我他是baby judge 我們當你律師當幾年 當了二十年才去當法官 有的人是檢察官當了十幾年 我們這種baby judge 能夠把美國的制度拿來 比喻說 欸 這是一個理由嗎 我不接受 另外就是說 也許啦 這個法官法說 才實施三年 時宜事轉嘛 時宜事轉則至至於事宜則有功 不是常常我們法律人在念的嗎 難道不應該改嗎 成效不彰嘛 三年前 司法的人民的信任度 跟三年後現在 請問 是提升還是下降 如果這個有用的話 它會下降到84%不信任法官嗎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制度顯然對於 執行審判的技巧的落實 不但沒有幫助 反而讓整個審判的執行技巧 更加差 更加無法落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 然後我也不願意舉出誰啦 好幾個院長跟我提 他們當時就是因為這樣子 只好乖乖的 97%都給你良好啊 其實有幾個 有一些應該是給一個 他還沒有達到良好 可是呢 他也沒有不良到那個程度 可是我沒有選擇的餘地 因為只有兩級 公務員還可以選擇 他連選擇的餘地都沒有 怎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所以顯然的 我們一百年改了這個 改了當時的這個想法 利益已經被扭曲了 而且在實務上 已經產生了扭曲更不可行 所以我為什麼會提出 這麼一個法案的原因是在這裡 我來向所有的委員們來做報告 所以我為什麼說 這應該要改 然後呢 重回我們的一些司法的信心 我想這是第一步吧 來 請顧委員 就是說 好像原來的條文沒有去講說 衛達良好的效果是不晉級不給獎金 對 原來的條文好像 在主評那結果呢 那結論是也是不晉級不給獎金 就對了 來 哪一位 主席各位委員 我是那個全序部的代表 我想說從 關規關制的角度來看 其實是條條文修正的這個 相關的情形 法官檢察官其實在法官法施行之前 是按照我們公務員考基法規定 辦理這個考基 那法官法實施以後 他們自行訂定的這個所謂的 職務評定的相關的一個規範 但是不管是職務評定也好 考基也好 它主要的目的其實是在 講優太劣 當然法官檢察官它是 太劣這個部分 是不能透過職務評定來處理 它是要透過評鑑機制 然後從懲戒這個部分去處理 但是終究激勵應該是要有激勵的效果 那陳如剛剛徐委員所講的 從101年法官法實施以後 法官和檢察官 他們的職務評定的結果 評定為優良的 其實是高達97%到98% 那在過去沒有 法官法沒有實施之前 那其實過去在試用考基法的時候 他們考列假等的比例 大概是被規範在90左右 那現在它分為兩個等次 也就是說不是良好 它就是未達良好 那現在是幾乎已經高達98% 也就是說它這個激勵的效果 可能是相對來講 可能是沒有達到這個所謂職務評定 該有的一個精神 那所以說從考試院 在最近這幾年 只要談到法官檢察官職務評定的 相關的議題的時候 其實很多考試委員都認為 在職務評定的這個兩個 兩個這個等次裡面 是不是可不可以增加一個等次 或者是說用分數來去做 區變的一個效果 其實考試院長期以來 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那現在許委員提的這個 74條的這個修訂 基本上是跟考試院的這個方向 是一致的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做考基的時候 它其實是做一個相對的比較 那相對的比較 應該不是只有好或不好 其實應該還有所謂的普通或是稱職 那現在植物評定這邊是只有好或不好 就是這兩個 它可能中間沒辦法呈現出所謂的稱職 或是普通的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假如說今天在修訂74條 能夠把它加入一個等次的話 可能是比較能夠符合這個所謂的 評定它是激勵的一個效果 以上是這個 就是我們全序部的基本的意見 謝謝 好 謝謝 請次長 幫我主席 的確那個許委員的 這個修正的一個草案的一個提案 那個利益非常良好 我們法務部針對這一 這個修正 基本上我們也是持開放的態度 那原來那個評定的外達良好 比率之所以比較低 當然因為它是相當公務人員的平等 那平等的話 如果是以我們的司法院跟法務部 這樣評定外達良好的比率 就超過我們一般的行政的一個機關 所以這一部分 那我們本來法務部就是要提 下一個月的檢察長會議來討論 這部分是不是說 因為這牽涉到我們這個檢察官的一個 整個的一個變革 能不能稍微緩一下我們檢察長會議 會有這個結論 那這一部分我想那個委員 那個提案的利益良好 我想他取得個共識這樣的修法 會不會更加的妥視 不能 你問我能不能我就跟你講不能 我看我們今天就先讓他過了吧 那只是說那個普通是不是要改成 我能不能這樣建議 各位 我這樣建議好不好 因為我聽一聽喔 這個良好這兩個字出大問題 就良好標準很低 這個修委員良好的標準很低 良好標準很低大家都良好 你說我連良好都到不了嗎 那你有沒有良心啊對不對 我這麼認真為什麼我不良好呢 所以其實他那個第一個級 應該叫做極優類似這樣的 就是不是優良是極優的 就很好的啦 第二級才叫良好 第三級呢可能是未達良好或是普通 因為我們這個其實不在處罰啦 我們是第一個這個獎勵的標準嘛 因為你沒有達到那個標準 我沒有辦法給你加薪沒有辦法給你 所以應該是分成 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在評定的時候 他看到極優這兩個字 他要下筆 他的手會抖 又是說他會比較斟酌啦 優良 因為這個修法 確實我們看到說現在的良好的比例 97到98 真是超高啊 可以說100個法官 97個都是最好的法官 事實上這樣真的沒有辦法達到 紀律真正表現好的 真正很認真在擔任公職的 所以而且我們在看這個比例 我們在看這個條文 現在的第二條還說 你只要連續四年評定為良好 那你除了這個獎金之外 你還近兩級耶 那意思就是說基本上 每一個法官都可以連 因為97%的比例嘛 所以他只要連續四年他就近兩級 那我們法官法我們定的一個立法目的 就是希望這套法官法可以讓法官 有退場期制 那法官如果表現不好的 要有一定的一個評量的一個效果 結果如果以現行的條文來看 他不但沒有辦法 真正讓不好的法官 透過這樣一個職務的一個評定 去辨別出來 反而還讓他可以增加說 我只要連續四年良好 我就近兩級 那失去了當時候我們定法官法的一個 最原始的一個目的 所以我就贊成 我有在這案件中連署 許委員所提的 我們應該就是把它用三個等級 但是我們並沒有強制的 像公務員一樣還去 還去把它列 還去做 要達到怎樣的一個比例 沒有比例 但是至少有三個等級出來後 未來在做人事評鑑的時候 他的彈性更多 而且可以激勵 真正表現好的法官 謝謝 好 那是不是我們這樣子 就是把 尤其是徵求學委員的同意 我們把這三級就定為 優良良跟普通 因為你第三級不定普通 你就不能定不良 就是優良良跟普通 好不好 我們就取代您定的這個良好普通 跟味達良好 不過那個普通齁 已經是不進級不給獎金 對 所以這個普通是不是 應該改成是上代改進啊 你上代改進的話可能就 因為我是覺得這樣子啦 我的建議這樣 我們 這個 可能還是避免出現 比較刺激性的這個文字啦 如果你上代改進的話 這個 表示他要受處罰啦 你如果當法官還是要改進 那你憑什麼去 去審案呢 去判決呢 所以那個就落入要去評鑑 或者這個部分了吧 來 徐委 主席 因為這樣子一改的話 本來良好 所以也怪怪的 剛剛提到了 全訓部剛剛的發言 我突然間想到說 是不是也像他們這樣 良好一樣維持在良好 然後呢 那個普通把它改為稱職 它很稱職嘛 只不過是少擰半個月而已嘛 因為良好是 它比稱職表現得更好 所以給它一個月那是更好嘛 至於味達良好還是味達良好 這樣子的話 把那個普通改為稱職 會不會 打良好是涵蓋不到良好以下 所有都包含在內啦 所以這個名詞想一下啦 我是沒有意見啦 其實 我再次強調 我曾經碰到很多法官開庭開到晚上七八點 以前 可是沒有律師 恨他耶 沒有律師去埋怨過耶 反而是三兩樣 三分鐘開完了那個 埋怨很多 連當事人都埋怨 所以其實我要提的就是說 人民心中有一把尺 人民心中真的有一把尺 所以這一部分 大家心裡都有數 他看到晚上九點八點 大家二肚子 法官的二肚子 下來很多當事人是掉眼淚的說 這法官怎麼這麼好 剛才我在台上聽到顧委員講的 可以這樣啦 優良良好 未達良好 好不好 我們就在這個 原來的這個等級上面 再往上再加一級啦 我們會往上加的這個概念 好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請那個法治局 郭主席你慢慢寫 幫忙寫一個修正動議好不好 就是包括 這個第三項的那個罪字把它拿掉 從第一項就要開始改 可能從第一項開始改 法官認署是聯合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好不好 好我們 來郭長你要表示意見嗎 是不是 把原來的良好替換成優良 那 原來的普通替換成良好 原來的衛達良好替換成 衛達良好 衛達良好 就是前五項 會照這樣等級 是是是是是是 是沒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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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我們等一下等這個 這法治局在準備這個 在準備這個 這個 下一項也要改啊 就是任職未滿一年 已達六個月 進職務評定為 會改 會改 他們 對 會寫這個動議 好我們在法治局準備動議的這個時候 我們先來處理 並案審查的部分 各位手上都有拿到的對照表 請各位看第二條 第二條應該沒有問題吧 這個就是 配合組織名稱的變更 好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 照顧立雄委員等提案 修正通過 好請各位看第七條 各位看 一起來 請快 加強 全聚的增長 但是 我們 其他人 都 請 離開 這 在 去 這 都 下 那 我們 來 講 講 寶 因為 第七條的意見,我是建議就是說,就那個第二項的部分呢 就參著這個司法院跟行政院第八頁的提案,我們採林維州委員的版本 然後接下來是那個第五項 第七項的部分就才這個徐國用委員的版本 第七項是哪一個 第七項就是司法院院長領選第三項第五項委員,因考量性別主流化、來源多用化及意志化 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大概 我請問一下,我能不能問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法官的領選,為什麼要考試院的代表 哪一位可以說明 哪一位可以說明 比如說,律師,律師轉任法官的話,它有兩個機制 一個是透過我們專技轉任,那律師也可以透過這個所謂的領選來擔任這個法官 那領選的話,它等於說是相當於是在,因為它是不具有公員任用資格 那所以它要必須要透過一個形式上的一個考試及格 然後它符合具有公員資格以後,再經過領選,把它領選進來當法官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禁用當法官這個前端的一個領選的一個機制 那涉及到考試院的這個考試的執長 所以說在訂定上面有訂這個要邀請,就是有邀請考試院的代表 原則上它是前端的考試的部分 這個,我的意思說這個業務跟你們有關係 因為它要經過考試,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但是這個跟你們代表加入這個領選委員會是不相干的 你們只是接受這個業務,你們去負責考試而已啊 對不對 這個是當初訂定法官的時候 我知道啦 對,它就是涉及到,不具有公員任用資格 這我不瞭解,這個我不瞭解你們為什麼要去參與領選法官 這我沒有辦法理解 如果沒有考試院代表可不可以運作 你們法官領選能不能運作 因為現在是這樣子啦,實務上 因為現在律師轉任法官這部分是透過專技轉任 確實是有非常多的律師也透過專技轉任來當任法官 但是透過,經過領選委員會進來擔任律師 進來擔任法官的實務上 好像還沒有運作過啦 那實務上是怎麼去運作 目前還沒有,所以不太清楚 司法院有沒有說明一下 可能司法院這邊看看能夠怎麼說明 主席還有各個委員 司法院人事處長報告 那就是目前法官 是,那當初法官法在制定的時候 因為它是屬於這個,考試院很堅持 這個公務人員的任用啊,一定要透過考試的方式 那這個法官領選呢 他們認為是考試程序的一部分啊 所以堅持考試院一定要派代表 所以呢,才會加入這個條文 那目前實務的運作呢 考試院推派的代表都是考試委員 所以法官領選委員會 每一屆的那個 考試院推派的代表都是由考試委員來擔任的 好,以上說明 根本就沒有作用啦 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講嘛 如果我們把它拿掉呢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如果我們把這個考試院代表二人 由考試院推派 這個把它刪除呢 沒有考試院的代表 為什麼沒有考試院的 不需要啊 你說現場啊,有啊 說明過啦 講不出理由啊 抱歉,因為今天確實如那個郵委員講的 今天,因為這個 法官領選委員會這個 所謂的考試院的代表喔 應該是所謂的考試這個執掌的 這個機關的性質的人員去做代表 那我今天是代表權序部 是從法官進來以後的 官規官制的權序審定的這一塊 所以這個部分我不能幫忙來代表說明 如果我們把它改成 那我為什麼要考試委員來做代表 那你如果照你這樣講完應該是考選部的代表啊 怎麼會考試委員啊 上面就寫說是考試院的代表 不代表會是考試委員會 但是你們實務上就是考試委員 實務上有考試委員來過 那我們把 這個 這個考試委員改成考選部 考選部代表 考選部代表人由考選部長指派 考選部代表人由考選部長指派 考試委員管那麼多要幹嘛 要嘛就把它拿掉 要嘛就是改成考選部 那我們改考選部好了好不好 各位同仁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我們第一款 第二款 請說 第一款 等一下 現在到底是要用哪一個 現在剛才顧委員的意見是用 林維州委員的版本 剛剛弄錯了 剛剛念錯條 因為我 請說你 我並不同意由司法院院長指派那個司法院代表二人 所以我剛剛那個 我是唸到那個 由司法院召集 院長召集併擔任主席的那一項 所以我剛剛像是唸錯了 我對那個前面沒有 沒有要動他的意思 不過現在變成在討論第三項的那個 委員的名額跟產生的方式 這個部分我剛剛 沒有要動 您再講一次 就你剛才的這個 來 尤委員 就是說那個 第二條的 第二 對 第七 七條 第七條 第七條 第五項 第三項 第七條的第三項 司法院的版本加上司法院代表二人 林維州的版本也是加入司法院代表二人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不同意是說 照原來現行的條文 沒有這個 因為他已經有法官代表六人了 所以呢 好像應該不需要再司法院代表兩人 所以您的意見就是說 不需要有司法院的代表 那我的意見是不需要考試院的代表 如果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 不一樣嗎 因為下面有法官代表嘛 那當然這司法院表示一下意見 也就是說 這個部分 你們的意見就是說 不要再爭列了 就是照原來的這個規定嘛 對不對 就沒有司法院代表 司法院要說明嗎 那個主席還有各委員 那因為 法官代表 代表的是 這個一般法官 他們的意見啊 那司法院希望呢 就這個用人取材部分啊 這個也能夠啊 這個在會議中啊 這個 這個 這個參與討論跟表決 因為主席在這個 這個地方呢 他主持會議啊 原則上他要保持中立 所以呢 這個司法院院長 他肩負這個施政的成敗之責 但是在司法人事的禁用上呢 他卻沒有代表呢 可以這個替他表達意見啊 這個似乎也有失均衡啊 所以當初的版本 才會增加司法院代表 代表 從司法管理 從司法治理的角度來 來選人 那以上補充 謝謝 所以希望能夠斟酌 把司法院代表二人把它加進去 謝謝 這個我想說明一下啦 我們從一開始法官法的理念 就是臨選委員會以外部委員為主 人事審議委員以內部委員為主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定調 那個臨選的這個狀況 要以外部委員多數為主 現在應該看起來是9B 差不多是 如果從官方的概念來看 差不多現行的概念是 我的理解應該是 現在是261嘛 261比261啦 261比366啦 大概就是99啦 還沒有過半啦 那事實上從各國的臨選委員會來講 還是以外部委員為主 那內部成為委員法官之後 出任法官之後 進入到人審會之後 那當然是由內部這一個法官代表為主 我想這兩個還是要分清楚 所以已經由司法院院長為單納委員併任主席 所以已經是 過 等於官方代表是過半 所以我想我們維持這個架構 我想就不要再去動它 好 所以現在就是 司法院的代表 我們就不爭列 考試院的代表 由考試院改成考選部 法官代表6人這個沒有問題 接下來 檢察官代表 呃 是3人還是1人 那就是1人嘛 因為這個本來林維州版本是3人 這個就不處理了 徐國勇委員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 徐國勇委員的版本 對不對 林維州組成 假設這一項過了 那再下一項 現在是要再下一項說 前兩項委員會由司法院院長 召集嘛 這 現在是討論到這個嗎 是 是 那好像文字上有一點不同 那看這個部分 看 看 由司法院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其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 由其指定之委員 代理之 然後是不是接下來就 接下來就 接下來就 就接下來就 直接拉到委員會之決議這樣就可以了吧 比較是接近 那個 這一項比較是接近林維州跟那個 司法院跟行政院版這樣 嗯 好 好 好 所以我們第一項 第一項這個 第一 第一 二 三 這是第四項 這是第四項啦 包主席 來請稍等 我處理一下 第三項 前三項是採取徐國勇委員的版本 但是把考試院代表二人 這個改成考選部代表二人 由考選部長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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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第四項 第四項 第三項 第三項 蛤 第四項 第三項 一二 第四項 第四項啦 第四項用林維州委員的版本 對不對 都掉院長 都掉院長 哦 司法院長 用這個不是用這個 但是我們 用這個 第八居的司法院行政院的版本 不行 那用林維州委員的版本 但是呢 他漏了兩個字 由司法院院長 召集 好 然後呢 再往下 報主席 起來 對不起 請說 剛剛 這個有關考試院代表兩人這個部分 那是不是可以 因為 這個 林維州委員會其實 他的前端處理的是 不具有公務員任用資格的律師轉任 他是要處理他考試資格的這個部分 那考試這個部分是 考試院的限定的執長 考試政策由考試院來 考試院的處理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建議就是 前面這個考試院代表兩人還是維持 但是後面由考選部推判 是不是這樣子 可以達到 委員會這邊的這個要求 那也可以顯現說 這個 前端的這個考試是考試院的限定執長 可不可以這樣子來處理 不要我就是要考 我就是要考選部 我就是不要你們考試委員 謝謝 好 如果這樣子第四項這樣處理 然後接下來第五項沒有問沒有修改 第六項 然後第七項 顧委員你是說用這個徐國勇委員的版本 呈現這個 性別主流化是什麼意思 那個 司法院考試院的版本也有 是不是 司法院跟行政院的版本也有 後面的三分之一是沒有 就是只有寫說 因考量性別主流來源多的話 那其意識化這樣就對了 通識可以不要啦 就是說 林學委員 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就好啦 林學林聘 司法院院長林聘第三項第五款委員 其 其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但是生理上的性別不見得它有性別意識 所以這就是 因為這裡其實在講性別主流的話 其實是在講它具有性別的意識 但是我知道啦 但是這個東西你沒有客觀的標準啦 所以我們去訂一個 Comani就是要有一個 只好就法律上面認定的標準 今天我們不是有講那個要 族群還有那個性別的 不是有一個 好 可不可以這樣子處理好不好 我們第七條就這樣處理 那麼請法治局幫忙整理這個 那是不是把那個放在立法裡好了 如果你要把那個 好 好 導演多元化一直化這個部分 好 我們請法治局協助處理 好 這個第七條 你那個提案簽好了嗎 74條 74條提案簽好了嗎 好 再簽這個修正動議 有時候我們今天進行三十條 三十條 這個是顧委員的提案 好 再簽這個修正動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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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了一個修正的一個版本 那現在就那個 現在就那個第一項的部分 我想就依照司法案提出來的版本 那現在主要是在第二項 就是那個不得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事 就是因僅限於單純 單純適用法律之見解啦 這個部分大概還有一些爭議吧 是不是 好 那個是不是請司法案說明一下 請司法案說明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司法行政廳林瑞斌報告 那麼有關於那麼三十條的 應該是第二項的修正 謝謝剛剛顧委員的指教 那麼有關於最後一項 也就是不得據為法官評鑑事有 是不是單純限於這個單純適用法律見解 剛剛我們副秘書長已經有提到過 就是說剛剛顧委員指教的這一些情形 譬如說判決不被理由 或者判決理由矛盾 這樣造成這個人民的權益嚴重損失 如果有這種情形 那麼就現行規定來講 似乎是可能可以用這個第二項的 第一款這個情形來解決 那麼似乎可以不用到 去動到最後一項那麼的情形 這是第一點報告 那麼第二點報告 單純適用法律見解 固然文字上來講還是可以 很容易了解沒有錯 可是在法官在適用法律上面 在整個訴訟程序也好 不管是程序事項或者實質事項也好 那麼適用法律是從頭到尾都在適用法律 從頭到尾都在適用法律 這個我跟兩位請教 如果我們把你們原來的條文喔 就是剛才這個聽長的意見喔 就是 適用法律之見解不得據為法官個案評鑑之事由 這是原來的條文嘛對不對 後面加上但明顯違背法令制侵害人民權益者不在此限 這樣可以嗎 就是你剛才講的嘛 這樣子的情形喔 這個變成每一件上訴第三審的案件都可能會被納進來啦 如果是照這個情形 這個不是你剛才講的嗎 不是 就是說因為我們現在的第一款已經可以處理這個部分 就是說因為必須要是 如果是法官在處理的時候有故意 或者有重大過失 那麼這個情形 那麼造成審判案件有明顯的違誤 那而且因此而造致人民的權益受到嚴重損害 他說明顯違背法令制侵害人民權益 這個標準不夠嚴格嗎 我跟委員報告一個案 一個例子 比如說 這個法官審理案件必須要通知 被害人或者告訴人來法院審理案件 那個通知開庭可能開很多次 法官可能其中有一次沒有通知到被害人或告訴人來 這個時候就有嚴重 就是違反法律規定啊 那這個時候可能可以從下一次 他就會來啦 某一次不來可能他下一次就會來 可以其實在程序上來講 憑良心講 這種情形偶爾是會發生的 那這樣這一類的情形 可能他就違背法律的規定啊 那可是在這種情形 是不是像都要讓他進來 這是一種情形 那另外一種情形 就是像剛剛顧委員指教的 就是說這種 譬如說案件 那麼他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啦 顧委員 你有沒有 你的意見 我是希望那個第二項的適用法律制見解 改成單純適用法律制見解 加個單純兩個字 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可以接受嗎 單純適用法律制見解 單純適用法律制見解 就是在左邊 現行條文 現行條文把它前面加兩個字啦 單純適用法律制見解 也不得聚為法官個案平見之事由 好不好 所以我們 這個請司法院 你準備了這個第一項的這個修正條文 跟剛才 跟剛才顧委員所說的 好 謝謝 這個給 給那個 對 顧委員 不是 他後面把它加上去 不是 不是 哦 對對對 對對對 單純 對 先等一下 先連署啊 按你74條連署好了嗎 好的 好 好 我們現在先宣讀 74條條文 呃 對不起 修正動議 第74條 法官任職至年終滿一年 經職務評定為優良 且未受有刑事處罰 成借處罰 成借處分者 進一級 並給予一個月奉級總額之獎金 以達所需職務最高奉級者 給予二個月奉級總額之獎金 法官任職至年終滿一年 經職務評定為良好 且未受有刑事處罰 成借處分者 進一級 並給予半個月奉級總額之獎金 以達所需職務最高奉級者 給予一個半月奉級總額之獎金 法官任職至年終滿一年 經職務評定為未達良好 不進級 不給予獎金 法官任職不滿一年 以達六個月 經職務評定為優良或良好 且未受有刑事處罰 成借處分者 分別給予一個月或半個月奉級總額之獎金 經職務評定為未達良好 不給予獎金 法官連續四年職務評定為優良 且未受有刑事處罰 成借處分者 除給於第一項之獎金外 禁二級 法官及司法行政人員 於年度中相互轉回任時 其轉回任當年之年資 得合併計算參加年終考基或職務評定 第一項、第二項及第五項有關禁級規定 余候補事署服務成績審查不及格者不適用之 提案人段寅康、蔡玉瑜、顧麗熊、油美女、周春敏 宣讀完畢 對於修正動議各位還有沒有意見 來周委員 主席剛剛我們提的這個74條的修正 等於那是不是要有個日出條款 那個施行日期 主席還不只是入出條款 因為他會有這個三 兩級變成三級以後 他那些譬如說要進級 要那個可以加 等到這個我們把評鑑處理完 我們一併要處理他的那個施行日期 是不是是不是要在 因為你那個評鑑的問題也是要有日出啊 這個案子沒有病案 這個案子沒有病案 這個案子我們特別是沒病 所以他沒有 他不會放 嗯 對 對 來 郭長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不好意思 跟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 來 因為我們沒有病案喔 所以如果單獨要在這條處理過度的問題 其實是可以加列最後一項 把他新增一項是改成 新增一項建議是這樣 大家聽聽看 中華民國 圈年圈月圈日修正施行前 經職務評定為良好 尚未近二級之年之 與修正施行後 經職務評定為良好之年之 得病濟適用第五項之規定 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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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後製優良 對 原來的良好 如果 委員會同學 我們就是再把它加一項下去 加上去好不好 加上去 這樣這個就可以不用跟評鑑一定數 一級數也可以 好 我們休息到1點鐘 我們這樣把在場的這個修正東西都整理一下 各位可以 各位可以用餐 如果還吃得下的話 都會在賞 在內地裡 入口 為良好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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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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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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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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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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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